太上道祖老子亲自白话注解 道德经 一 善书流通处 ADN部落格HTM2022-0419 道德经注解 太上道祖奉旨降丸 台中圣天堂天笔蔡申福 著作者 台中圣天堂圣天杂志社 电话04 2239-3830 传真 04-2239-2448 正月记住印处 台中市北屯区军工李建成像19号 邮政化播账号 0243-3446 台中圣天堂 glaub hand 否刑 辞讯 忍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之道 人之道 隐胜显凡 总千二百之官军 包万亿众 知泛气 化行金骨 这道德凡五千言 主卧阴阳 命雷亭用九无数 大悲大愿大圣大慈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太上无极混元教主元始天尊讲 许 真道难谈 真道难说 真道难言 真道难书 自古至今道德经 五千言尽数真道之机 但是耐于文言深奥 文艺深藏 因此使有心 人探究道德真机者 往往望而深谓 不知所云 今圣天堂诸身 崇尚道德 推行普化大任 宏道盛情 当仁不让 此种精神感召太上道 祖下凡注解道德经 有以在文言文艺方面 意理贯通 更原文对照 白话通俗 使有心深究道德真意者 能 够一目了然 动彻真机 故此书一出 成为修道者之福音 智慧者 知圣典 读书者之经书 更是人生永恒之真理 哲学之态斗 又是 一本最通俗 最简明的翻译宝典 因此 凡是观看词书者 定能领悟道祖的 真实智慧 进而脚踏 实地 确实履行道德之真意 方布施太上道祖下凡注解之苦心 经执道德经注解完成之计 特将谭家宋奇德 是为序 原始天尊锦绪于台中圣天堂 天运夹自年十月初八日 领保天尊将 许 大道久远 奈何世人偏行阳长小道 大道光明 奈何世人偏向 黑暗之途 故 人心不古 已成事实 在此之际信有南善步周台将宝岛 台中圣天堂 适时仕途 奉旨开堂禅教 诸生道志 如宏贯日 感 赵天心 因此先佛纷纷降软注书 由以道祖老子 慈悲策影 一来为了开示道德真机 二来为了辅助圣天道物发展 所以不惜云 路条条 灵谈注解道德经 更以通俗白话文翻译成书 书中字字诸 机 奄奄成谈 深入浅出 唯妙今生 成为无上大法 一气呵成之 具作 更是末世之指针 芒海之灯塔 故 此书一出正可复兴道德之文化 正启示人崇尚道德之共鸣 西圣天诸身能广传天下 有德之事能诚心注印 彼是此书流传部 秀 资质道德经注解即将父子之前 特降续 以为免 领保天尊锦续于台中圣天堂 天运夹自年十月初八日 广成子先翁将 续 道颖无名 道颖无言 道颖无行 道颖无相 但是 道之无 名 无状 无行 无相 却显其有名 有言 有行 有相 更藏于 道德经 五千言之中 只是世人智慧浅薄 灵根日昧 难以体悟 难以立行而已 顾末法以来 能透视道德真机者 寥寥无几 经道德天尊 太上老君为了使道德真意能广播世人知晓 不惜所谢之凡 下凡 诸解道德经 更以最通俗最简明之方法翻译成书 让人人皆能体悟 真实的道德良知 使人观看此书 好比道祖登坛说法 一样清静 平时 所以 有心深入道德经八十一章之事 不必再受古文之隔阂 而不能领悟老子的真实智慧 无惜天下有德之事 在此书出版 之后 能宣化之音 使五卓二世渐入清平之相 经道德经注解即将 父子之祭于特灵坛祝贺 愿此书一出云云苍生 贤归彼岸 是 为序 广物子先翁景序于台中圣天堂 天运夹自年十月初八日 本堂主席官登台 序 宿自鬼害年九月十九日 本堂奉旨开堂禅教以来 神人在立境仓 丧 毕露蓝履之下 诸子艰苦奋斗 方能推行道物之进展 真是皇 天不负苦心人也 于观此种现象 一心畏无比 因为本堂之道物 除了诸天仙佛 降坛著书之外 上尘蒙善心人士 默默辅助之功 使能完成如其之 据作 苦心血汗 并无白流 由以太上道祖灵坛所助解之道德经 人人注目其代 人人乐见其成 可见末法之中有好道之音 默默 行善之事 经此书在千呼万呼之下 终者成功 道德精华尽谢无疑 西天 下之事 凡悦此书者 当目守成心阅读 如玉生奥妙力难以体悟之 处 只要闭目尽心几分 遂能深入其妙 体会内在真实之智慧 的 道内在震撼之宁静 此事道德精精髓之处 经止此书出版之前 于特作序以为免 天运夹自年十月初八日 太上道祖老子亲自白化助解 道德经 而 道与明 道德经 观妙章第一 观妙章第一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 明天地之始 有 明万物之母 故常无 欲以观其妙 常有 欲以观其角 此两者 同出而一鸣 痛未之旋 旋之又旋 众妙之门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鬼害年十月初八日 今天由我来讲道 那么道是什么呢 道 这一个字 是表示宇宙万物尚未形成之前的真理 也表示虚空之间 一切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能源 因此人类是难以使用语言与文字 去形容它 去描述它 可是世人却偏偏喜欢以语言或文字去表达这个道 而且说的很多很多 依我看来 这只是口头之道而已 因为这个道 如果是可以讲出来 或是形容出来 就不是真正本来的道了 更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了 因为讲出来的道 只是描写与形容而已 与事实毕竟是距离很远的 譬如说 一张桌子 就是一张桌子 你就是巧夺天工 画得跟真的一样 毕竟还不是真正的桌子 这就是 本来的东西与形容描写的差别距离 可是世人就是这么顽固 喜欢门户之真 都去强调我们才是 道 你们不是 道 而且每个人所强调的 道 都不一样 更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因此 我看到这种情形 才发觉到 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已经不是真正的 道了 因为这只是形容与描写而已 而真正的 道 是无法形容与描写的 就好像是加木尼佛在金刚经谈道说 我说法四十九年 实在是没有说法的 如果你们以后讲我有说法 就是在毁谤我 由此可知 是加木尼佛对 到的体悟 也是难以使用言语代替的 所以修行的人 如果自己不去体悟大道的话 只想依靠别人的说辞 像这样的了解 还是离到很远的 明 这一个字 是指宇宙万物还没有形成之前的名字 那个时候宇宙万物 都没有名字 可是没有名字 才是真正永恒不变的名字 一旦到了宇宙万物变成有形体 可以看得出来 又可以摸得到的时候 人类就会给它立个名字 可是这只是人间的巧立名目而已 因为万物是经常在变幻更改的 因此这个名字也就跟着变幻更改 譬如人的名字 随着人的死亡后 这个名字也就跟着死亡 所以有名字的称呼 都不是真正长久的称呼 所以说 没有名号及没有名称的东西 才是天地之间的原始 照这样说来 称呼与名字 不就像万物的母亲吗 所以我说 人的心灵在轻轻静静 连一点欲望也没有的时候 才能观察出一切万物的本来面目 如果在心中充满欲望的时候 所观察到的 只是万物的外表而已 以上两种人的心境不同 所以所观察到的是物 当然就有不同的见解与看法 这不是很玄吗 在如此玄妙之下 我们如果再深入去探讨的话 便可得到更玄妙的问题 你相信吗 所以我说 研究 道 这门学问 的确是所有玄妙之门中 最玄妙的了 你说不是吗 相对论 道德经观角章第二 观角 一 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思恶以 皆知善之为善 思不善以 故有无相生 难以相承 长短相行 高下相倾 因身相合 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畏之事 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焉而不辞 生而不有 畏而不逝 功臣而扶居 夫为扶居 是以不去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假使为了表现美好的形象 就一再去虚伪的巧扮 像这种作为 难道还能算是美好吗 如果只是希望行善 让别人知道 才去做善事 那么这种行为 还能算是行善吗 因此凡是没有 有的感觉 就没有 无的感觉 因为 有与 无是相对的 没有困难 的感觉 就没有 容易 的感觉 所以困难与容易 也是相对的 没有 长 的名称 就没有 短 的名称 所以长与短 也是相对的 没有 高 的名称 就没有 下的名称 所以高与下 也是相对的 没有 小身 的分别 就没有 大身 的分别 所以小身 与大身 也是相对的 没有 前方 的分别 就没有 后方 的分别 因此前方 与后方 也是相对的 所以圣人 知道以上 这些 相对的 问题 之后 为了要超越 褒奖 与烦恼 的包袱 所以他就 以无畏的 心去处事 因为 以无畏的 心去处事 他就 不会 感到 困扰 因此 他对 人民的 教化 就不喜欢 以辩论的 语气 去实行 他会 学着天地 培养 万物一般 不辞 辛劳 而且 不自傲 更不是为己 有一样的 无畏 因此 圣人 他以天地 之德 为榜样 所以就 做了 许多 事情 可是 他做了 许多 事情 之后 还是感到 自己 没有 做一样 因为 他是 不想 鞠躬的 所以 他往往 在大功 告成 之后 就 功成 身退 不想 去占有 这个 荣誉 像 他 这样 宽容 大量 的 涵养 连 自己 所建立 的 功德 都不去 攀缘 因此 反而 使他的 功德 更是 万古 流芳 那 无畏 之志 道德 经 安明 章 第三 安明 章 第三 不上贤 使 名 不真 不贵 难得 之祸 使 名 不畏 道 不见 可遇 使 心 不乱 是 以 圣人 之志 虚其 心 使 其 弱其 智 强其 谷 常使 名无知 无欲 使 夫之者 不敢 畏也 畏无畏 则 无不智 太上道祖言 讲集 太上老君 降文 天比 菜 身 符 鸾 一个人 最好 不要标榜 自己的尊大 就不会让人 去争取 虚名的地位 那么人 与人之间 反而能达到 和平相处 不要特别去标榜或是珍藏难得的财物 这样别人就不会有贪欲的妄念而沦位盗贼 因此有以上的启示 我们就可以了解 如果不去见那些族以其心动念的深色获利 心思就不会受到外物的迷惑 所以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 是先教人断除一切的邪思妄念为要守的步骤 因为能断除 因为能断除邪思妄念 身心才能神清气爽 精神饱满 再来又教人 消除高傲与自满的骨气 及不择手段的互相竞争之心 能够这样的话 真端就平息了 再其次是增加人的体魄 就能够使人自食其力自力更生 更能坚定自己 自强不息的概念 及保持天真和谐的状态 又没有伪诈的心智 及争夺的欲念 像这样教化人民的方法 纵然有一些诡计多端地阴谋家 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因此照这样无畏又安然的方法来治理天下 天下那里还有治不好的道理呢 道德公用 道德经不淫章第四 不淫章第四 道充而用之 或不淫 冤兮似万物之宗 错其锐 解其分 和其光 同其成 战兮似若存 无不知谁之子 向帝之先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道体虽然像虚空一样的渺茫 然而他所产生的能量 却能让万物 用之不尽 取之不竭的效果 他身后博大的样子 不就像万物的宗主吗 因此他的本性是虚无弥漫的 绝不锋芒显露 这就是他没有 增强好胜的斗星 而且他不与万物相争 所以他更有解脱纷扰的宽宏大量 在光明的地方 也有他的存在 在尘埃的地方 也有他的存在 在清静的地方 也有他的存在 可见他的妙用 是如何广大又变化无穷 难怪凡俗的人 难以观察他的迹象 只是说他好像存在的样子 道体既然如此的玄妙 在天地之间 又无稽可循 所以无也不知他的来历 但是 他应该在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前 就有了他的存在了 编者 由此可知 太上道祖 他心中的物境 已达无边无际了 天地与圣人 道德经手中章第五 手中章第五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天地之间 其犹驼 越乎 虚而不屈 动而越出 多言数穷 不如手中 太上道祖 演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天地真的不仁慈吗 为什么将万物当成祭祀的草垢一样 用过之后就不要了 圣人真的不仁慈吗 为什么将天下百姓 当成祭祀用的草垢一样 用过之后就不要了 其实天地化欲万物是遍及一切的 圣人博爱的精神也是遍及一切的 他们的心境 绝不存有偏狭之心与分别之念 因此万物的退化 完全是随着他们的因果造化 这怎能怪罪天地的不仁慈 或怪圣人的不仁慈 其实这完全是人民自己所作所为 自己招来的因果或福那 所以说天地之间就好像一个风箱一样 如果没有人去摇动它 它就虚静无畏 但是它身风的本性仍然是不变的 如果有人去拉动它 那么风就自然吹出来 因此天地与圣人的心境是无畏的 而现在有些人 他的思想不是偏左 就是偏右 不能没守中庸之道 常常以为自己很聪明 妄作主张 固执己见 互不相让 像这种作为 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所以像以上这些多余的作为 不如守住中和之道 譬如说 眼睛如果不多看 魂气就隐藏在肝脏 鼻子如果不多秀 魄气就隐藏在肺脏 嘴巴如果不多说 神气就隐藏在心脏 耳朵如果不多听 精气就隐藏在肾脏 身体如果不移动 意气就隐藏在脾脏 以上这五种神器 如果能够手中 身体中的武器自然归于本位 着精自然化元气 元气自然化神气 神气自然归于虚无之中 这就是修身的要诀 性命的关键 学道之人不可不知呀 无形的真神 道德经古神章第六 古神章第六 古神不死 世卫玄品 玄品之门 世卫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情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天地有无形的真神 人体有无形的元神 这都是虚无妙有的 看也看不到的 现在我们就简称它为万物之母吧 万物之母 虽然毫无门路可循 但是天地万物无不是从此而出 从此而入 因此它才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呀 所以妙有之门是至虚至无的 是用之不竭 取之不尽的 像这种变化的玄妙 不是现在才有的 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无私之心 道德经无私章第七 无私章第七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身 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 后其身而生先 外其身而生存 非以其无私耶 故能成其私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从无法计算的年代之前 天仍然是这个天 得仍然是这个的 可见它的生命是长久的 那么天地为什么能够如此的长久呢 就是因为它不自己生长自己 而生长万物 不为自己 而为别人 所以它能够长生 因此圣人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它也学着天地一样 将自己的事放在后面 将别人的事情放在前面 可是它的灵性 却永远在别人之上 因此它虽然将自己置之度外 但是它的真我 反而永远长久存在呢 这就是圣人 它没有私心 反而能成就它的伟大 而且等到它的身体死了之后 它的灵性 永远超脱三界 不再受到六道轮回之苦 还受到后人的敬仰 这就是它没有私心 反而得到了好处 上善若水 道德经 若水章第八 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己于道 居善地 心善渊 与善人 言善性 正善智 适善能 动善时 夫为不争 故无由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世人都想学善 今日无就来讲 最上等的善 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水了 为什么呢 不幸的话 我可用以下的比喻去分析之 一 水的善德 在哪里呢 就是它利益万物 滋润万物 也不去真名 真利 真功 真打 二 它处在众人所厌恶又悲下的地方 这就是它最接近 道 的作为了 三 它无论居住 在什么地方 都能随处而安 真敬自首 四 而且它的善德 渊深得很 几乎难以测量 为什么呢 因为它能够审静 又能和何万物之用 五 水师与万物 皆出自于仁爱之心 这就是它的仁慈 六 水本无言 可是无言之言 才是真言 更是信言 如朔旺的潮水 皆能适时而来去 这就是水的信言 七 水以滋润万物 就好比处理政治一样 遇热就升华成雨露 多余就流入江河 如此深深不息的现象 不就是水善于处理政治的表现吗 八 水在行事方面 又能尽其所长 如行舟度伐 滋润万物 煮饭 烧菜 洗衣 无不适水的善能 九 水在举动方面 很合乎自然的 如水流到源的地方 它就变源 流到方的地方 它就变方 因晕的时候 它就会下雨 晴天的时候 它就升华 人如果能够像水一样 不违背天时行事 不忘作 不忘卫 不忘言 这才是学习水的善德 尤其水不与它物相争 所以它物也不会与水相争 这就是水以 和 的表现 所以如果人能够学 水 的涵养于和其 自然也不会有错误之分争了 为人的道理 道德经 持银章第九 持银章第九 持而银之 不如其以 揣而锐之 不可长宝 金玉满堂 莫知能守 富贵而骄 自宜其旧 功臣 民粹 身退 天之道 太上道祖 祖言 讲及 太上老君 降文 天比 菜 身 服 兰 为人的道理 应该知道 进退的分寸 凡事事可而止 不要自夸自大 因为过于自信 自满的人 往往就像水意流出来一样 得不偿失的 倒不如放下自满 自大的心 使得自己安逸填世 自是聪明才智 而且还锋芒显露的人 将会受到别人的排斥与嫉妒 因而这种人就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拥戴与爱护 金语玉虽是珍贵之物 但仍是身外之物 因此纵然富有之人 金语堆积满堂 一旦临命中时 还是守不住的 所以修道之人 倘若能只取身中之金语 养性命之珍藏 才是用之不尽 取之不解也 还有富贵之人 如不生骄傲之心 他人必定会以千功之心里尽于你 倘若贪恋富贵 又骄傲自得 这将使人极度批评 又是自取或殃的开始 只有功臣身退的人 才是最合乎自然的天道了 修道难易道德经 玄德章第十 玄德章第十 宰魂破报一 能无离乎 专气至柔 能因而乎 低除悬懒 能无此乎 爱明治国 能无畏乎 天门开河 能畏此乎 明白似达 能无知乎 深知处之 深而不有 畏而不适 长而不载 世卫玄德 太上道祖 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修道说容易也容易 说困难也困难 因为心一外持 魂就与魄相离 那么你们能够保持神不外游 亦不散乱吗 你能够专守先天的元气 如婴儿赤子一样 保全天真柔和的本性吗 你能洗出贪质之心 自尽其义 使心灵清静 澄澈而毫无暇臂吗 你能在爱国家 爱民族 或治理国阵的时候 保持一种天真博爱 自然无畏之心吗 人心为一生之主 那么你的一生之主 在喜怒哀 乐出入动静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守住 安乐柔弱呢 你们能够在事物完全明白之后 还能保持不以聪明为骄傲 而守住无见 无闻 无畏 无欲的境界吗 以上这些道理 其实都是要你们学习天地土般 因为天地虽生长万物 养育万物 但是它仍然不把它当成自己的 它生育万物 养育万物 做了天下的事 仍然还不仗是自己的才能 常养育万物 还不认为自己是主人翁 像天地这种作为 便可称为最深 最厚 最高 最远 更难以立明的德行了 太上道祖老子 亲自白话筑解 道德经 三 无 的用途 道德经 须中章第十一 须中章第十一 三十福 共一股 当其无有车之用 山之以为气 当其无有气之用 凿互有以为事 当其无有事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太上道祖延讲集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车轮要三十只静木 插入中间的轴心 这个车轮才有作用 制造圣物的器具 要留个中空的地方 这些器具才能圣物 建造房屋 开凿门窗 要留个空间才能住人 所以说 有形的东西是给人方便使用的 无形的空间 才是活动的地方 如天雨的之间是中空的 可是中空才能让万物来去无阻 通行无碍 如天雨的之间 没有这个中空的地方 万物就没有活动与生化的余地了 追求外在的人道德经 为父章第十二 为父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甜烈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 令人心防 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 故去彼取词 太上道祖延讲集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追求外在的形色 将离去本性的灵明 譬如 深色获利本是身外之物 但是受到眼睛物欲的影响 就会流一奔驰 因此 五色使人的本性趋于迷茫 就是这个原因 贪求外在的深色 也会使人本性蒙蔽 一旦蒙蔽了本性 正法的声音 就难以听入心灵之中 像这种人不是好像耳聋的人吗 人一旦贪求食物的滋味 本性便被味觉所获 所以五味常使人的本性流易奔放 而不知本性之中 但中有味 如子曰 饭书时饮水 而乐在其中 此就是真味也 如果人无所事事 每天骑着马追逐鸟兽 打猎禁忌 像这种人将会使自己疯狂于斗争之心 导致身心不宁 而迷失天赋之本性 拥有珍贵宝物的人 常使自己行动受到妨碍 而且过分追求虚荣的人 往往会不顾节操 而身败名裂 因此圣人知道物欲之害 所以在为人处事方面 就不去抢求物质的享受 一心一意 常养性中之富宝 不受外物而乱心 就是这个原因呀 宠爱与羞辱道德经 宠辱章第十三 宠辱章第十三 宠辱若惊 贵大患若生 何谓宠辱若惊 宠为上 辱为下 得之若惊 失之若惊 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生 无所以有大患者 为无有生 即无无生 无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者 可以祭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者 可以托天下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世人皆注重于宠爱与羞辱的差别 所以一旦遇有外来的宠爱或是羞辱 就感到惊慌而不知所措 而圣人就不同了 他对于别人的宠爱 就好像我们有这个身体一样的祸患 因为人生是四大 水、火、风、土、甲河 为什么不想受人宠爱呢 因为宠爱就好像公民富贵 有一天恐怕又要失去 而羞辱就好像被辞职的人 将要受人嘲笑 又为什么有身体是祸患呢 因为人生在世 有了此生 便有生、老、病、死之苦 所以圣人便将这个身体当作祸患 因此他将别人的宠爱与羞辱 就看成我们有这个身体一样的祸患 所以有道的人 他虽然得到尊荣的地位 但是他不视为自己的荣耀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尊贵 就是天下人的尊贵 自己的荣耀 就是天下人的荣耀 像这种有道之人 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给他 因此如果有人贵重自己的身体 但并不是为了贪享荣华富贵 而是为了拯救天下众生的大任务 像这种人 我们也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 无相、无身、无行道德经到纪章第十四 到纪章第十四 视之不见 明曰疑 听之不闻 明曰惜 脖之不得 明曰为 死三者 不可治结 故混而为依 其上不角 其下不媚 神神兮不可明 复归于无物 世卫无状之状 无相之相 世卫恍惚 迎之不见其手 随之不见其后 知古之道 以欲经之有 能知古时 世卫道计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看不出什么东西 就叫做无相 听不出是什么声音 就叫做无声 摸不着的东西 就叫做无形 以上三样 无相 无身 无形 就是道体的微妙 所以是人是看不见 听不到又摸不着 因此道体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 无相 无身 无形 的理论可以分开来说 可是它的本体 其实还是混合的 而有形的世界就不同了 凡是有一边明的 就有一边是暗的 如上面是明的 下面就是暗的 而道体的微妙就不同了 它上面不是明的 下面也不是暗的 它绵绵不绝 充色于天地 宇宙之间 似乎是有个物体 又难以立言 因为它毕竟是非常虚无的东西 虽然它生长了万物 但又好像不是它生长的 这就是没有形状的 形状 没有物体的 物体 所以有人说道体味恍惚不定的 是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如果你想在前面去迎接道体的话 根本也看不到它的前头 你要是想在道体后面跟着它 你还是看不到它的尾巴 因此圣人就是秉持着 这古史以来就存在的道 去治理世间的一切 所以我说能够知道古史之道的人 就是能知道 道的系统的人 因为这个系统 就是道的刚迹亚 古代的有道知识 道德经不淫章第十五 不淫章第十五 古之善为侍者 唯妙玄通 身不可食 夫为不可食 顾强为之荣 玉兮若东射川 游兮若为四灵 免兮其若荣 幻兮若兵之将是 敦兮其若谱 旷兮其若骨 魂兮其若酌 殊能酌已至 敬之徐清 孰能安已久 动之徐深 保此道者 不欲赢 夫为不赢 故能避而兴臣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古时候的有道知识 他们的灵性是维系奥妙的 他的本性是永远通达的 这都是外人 难以窥测 难以了解的玄机 就是这样难以窥测 他的玄机 如果要去描述 古时有道知识的话 也只能勉强形容而已 比如他们在处理事物方面的行动 绝对不会急迫冲动 就好像古时候的 玉兽 一样 一定要等到冬天河水的冰结冻了 才敢走过 否则未等到河水结冰 就鲁莽走过去 不是等于自己去送死吗 他胜毒的功夫 就好像古时候的 游兽 要下山一样的谨慎 不敢扰动山下村庄的百姓 否则他的生命就危险了 因此古代的有道知识 他为人恭敬的样子 就好像身为主人 李玉贵宾一样的谨慎 不敢轻举妄动 在心性清静方面 他对一切外援的干扰心不染着 就好像春天的冰 自然的解冻散开一样 因此他心中醇厚的本性 就好像一块木头上未雕琢 一样的朴实无华 心胸的开阔 就好像空旷中的山谷 能够虚受一切 含荣万物 并且他有大智若余的美德 将自己混合在污浊的水中一样 这就是圣人 不自以为自己是圣人 所以才能成为圣人 凡人自命不凡 所以才越像一个凡人的道理呀 所以谁能像他们 古时有道之士 在动荡之中 还能除去心中污浊的恶水 使他慢慢的澄清呢 谁能在安定自首之中 久久已待 使体内的清正之气发动呢 因此能够保持以上这张道理的人 他一定是虚心知足的人 不自满 不自傲的人 就是因为他不自满 不自傲 只是为了世人着想 反而使自己得到永生之道 智之的极点道德经 负命章第十六 负命章第十六 智虚即 守禁堵 万物并作 无以官复 夫物云云 各父归其根 归根约静 世卫负命 负命日常 知常约明 不知常 妄作凶 知常荣 荣乃功 功乃权 权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眉身不待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 身符 兰 如果人能够自知 达到虚无妙境 虚空妙有的时候 便可达到大智慧的极点 又能诚心诚意的守境 达到最高止境的时候 那么万物的生长 孕育 死亡 我们就能够从无形的细胞 观察到有形的物体 又能从有形的物体 观察到无形的细胞 这些深深化化的过程 我们不难去发现它 周而复始 循环不息的奥妙 因此虽然万物是众多的 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生命的根源 所以万物回归到自己生命的根源 就叫做静 静也就是回复到自己真我的生命 回复到真我的生命 才是真正的长生 知道什么是长生的人 可说是明白什么是假我 什么是真我的人 如果不明白灵性不灭的人 大多是胡思乱想或是异想天开的人 因此容易轻举妄动 一旦轻举妄动 往往就要招来灾殃了 因此想珍惜真我的人 他能容受一切 无所不包 所以这种人的心胸开朗 更是大公无私的人 像这样治公无私的人 就会将挽救苍生士为己任 这就是圣人了 所以圣人也称为 王 既然是王 必然是顺天行士了 能够顺天行士 就合乎珍藏之道了 能够合乎珍藏之道的人 就是假我的肉体死了 也不会堕入六道轮回了 国君的治世道德经之有章第十七 之有章第十七 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轻之欲之 其次未知 其次五知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游戏其贵言 功臣嗜碎 百姓皆为我自然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上古时候 有德的圣君 行不言之教 处无畏之事 使天下百姓不知不觉的自化 如此人民暗受圣君的恩赐 仍然不知道有圣君的存在 在其次的贤民国君 虽然不能像上古的圣君一样淳朴无畏 但尚能以德教化百姓 亲近百姓 如此仁德的国君 还能得到天下百姓的称赞颂扬 在其次的时期 在其次的国君 他教化百姓 就以行政与赏罚去治理人民 这时候的人民 就知道畏惧国君了 最差一等的国君 就无道无德了 他只会以权术愚弄人民 所以人民也就开始轻视侮辱国君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种国君本身的诚信不足 所以人民也就不相信他呀 因此想要达到上古淳朴的治世风气 首先必要先尊重他的号令 诚信他的语言 使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日出而坐 日入而习 早井而饮 耕田而食 人人都能顺利将自己的事做好 这种国君的治世 才可算是大功告成了 可是大功告成之后 人民还是不晓得这是国君的功劳 反而说 这是很自然的事吗 所以这种国君的治世 才是最上等无畏的国君呀 仁义与孝词道德经四有章第十八 四有章第十八 大道费 有人义 智慧出 有大位 六亲不和有孝词 国家昏乱有忠诚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乱 很多事情是很巧妙的 不相信你看 当大道难行于世的时候 才显出仁义的可贵 大道普行的时候 反而现不出仁义在什么地方 也不知什么叫做仁义 就好像上古时代 人心纯朴 顺天行事 大道普行 到中古时代 大道就渐渐难行于世了 因此至圣孔子看到大道就要废弃的时候 便大力提倡 仁义 这也是大道废弃以后 才出现的 仁义 一旦到了科学越发达 社会越文明的时候 人心越艰巧虚伪 到那个时候 人民也不遵守仁义道德了 因此 投机取巧 欺诈公结的事 也就层出不穷了 当六清和的时候 虽然有孝词的人 但因为六清祥和 就显不出有什么孝词 而且因为人人孝词 则不知谁是孝词 一旦在六清不合的情况下 倘若有人还能行孝词的事 这就难能可贵了 而且更能显出这个人的孝词 有忠诚必有奸诚 但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 就显不出谁是忠诚 谁是奸诚 一旦到国家战乱的时候 奸诚则卖国求荣 忠诚便尽其无私之心 舍身报国 成为万古不朽的忠诚之名 因此事 国家昏乱 有忠诚 道德经朴素章第十九 朴素章第十九 决胜弃智 名利百倍 决人弃义 名副孝词 决巧弃力 盗贼无有 死三者 以为文不足 顾令有所属 建宿报谱 少思寡欲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真正的圣人 不自以为圣人 如至圣先师 孔夫子 在世的时候 以圣人之行 但不以圣人之名自居 反而使他的圣名长久 就是因为他能够 弃除智巧的心机 顺其自然 反而能够让人民 学习他的言行榜样 这对人民来说 是利益百倍的 在例行人意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不必刻意去标榜自己 能够这样的话 人人才能回复到 孝词的自然本性 比如说 人人都不以 尖巧的手段去骗人 那么其他的人 就不会起到贼之心了 以上这三种理论 有些人认为是多余的 是难以感化天下的 所以我就另外撰下一种启示 来教导天下的百姓 就是持守朴素纯洁 少思寡欲 回复到纯真的本性 是万物为一体道德经 十母章第二十 十母章第二十 绝学无忧 为之于阿 相去几何 善之于恶 相去何若 人之所谓 不可不畏 荒兮其味央哉 众人兮兮 如享太劳 如登春台 我读薄熙其味噪 如婴儿之味海 裸裸熙若魔所归 众人皆有余 而我读若疑 我于人之心也哉 顿顿熙 众人昭昭 我读昏昏 众人茶茶 我读闷闷 但熙其若海 六夕若魔所致 众人皆有矣 我读顽且笔 我读异于人 而贵十母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你看只要断绝尖巧的心思 反而使人没有分别计较的忧愁 比如在接待对话之间 轻轻和其的回答 为和不耐烦愤怒的回答 那这两句话同样是声音 相差没有多少 可是在别人听到耳里的感受就不同了 一种是觉得良善的 另一种就觉得恶意的 所以只是一句话的应声回答 良善与恶意 就很明白的表露出来 相信每个人都觉得很可怕 我也一样 不能不怕呀 可是世人不修心得 心田宝地都好像荒废的田园一样 愤恨贪欲的杂草到处从生 不去修剪 这种贪欲无厌的样子 就好像要参加丰盛的演习一样 很想尝试 又像春天登上高台 远眺风景一样的愉快 唯有我的心静淡薄甜事 心轻易定 就好像婴儿在母体的怀抱中 好像动 又好像不动 没有私欲 也没有烦恼 像这种不沾染世俗的样子 又好像魔所归的游子一般 不像是人经常自得意满 尤其在追求功名利路的时候 就好像有用不完的才智与能力 而我的才智与能力 就好像遗失一样 心境之中空空洞洞 我真相于人啊 是那么的无知无识 浑浑顿顿的 尤其是人的眼目 眸律多端 就好像很精明锐利的样子 唯有我昏昏妹妹 像无知的小孩 还有是人斤斤计较的样子 就好像很会分别 唯我像没有知识的人 不知道怎样去分别与计较 哈 我的心 甜蓝宁静 就好像大海一样的深阔广大 像风衣的飘摇自在 不执着一定的住所 是人都仗是自己聪明才智 以为自己很有作为 而我呢 就像一位鱼丸又笔漏的粗人 唯有我跟世人不一样 是因为我一心以道为重 是万物为一体 就好像时时要吸食母乳的婴儿一样 得到母乳 性命可权 失去母乳 性命就难保了呀 太上道祖老子亲自白话筑解 道德经 四 道德显现道德经从道章第二十一 从道章第二十一 恐得之荣 为道是从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呼吸谎兮 其中有相 谎兮呼吸 其中有物 咬兮明兮 其中有精 其精圣真 其中有性 自古及精 其名不去 以悦重腑 无何以知重腑之壮哉 以此 太上道祖延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如果想去洞悉 得的真实面目 唯有从道体之中 才能够找出目标与答案 那么道体又是什么呢 它本字无形 又无一定的形象 是恍恍惚惚的 说有又无 说无又有 可是在这恍惚之间 它又具备一切的形象 在这恍惚之中 它又包含了天地一切万物 它是那么长远 又是那么幽深 在这长远幽深之中 又具有生命之源的东西 难以窥测的元素与原理 而这些元素与原理 又是非常真实的 如天地没有这些元素 天地就不能悠久 人类没有这些元素 人类就不能生存 而且其中又包含了 应用不失其实的信念 与循环不息的根据 所以它从古代到今天 它一直还是存在的 它的名字也没有消失 更没有改变 像这些迹象 以足以让天下人 去印证去体会 但是我何以发现这些呢 就是 道 给我的启示 不用争夺的争夺 道德经报义章第二十二 报义章第二十二 趋则权 网则直 挖则赢 必则心 少则得 多则获 是以圣人报义为天下事 不自见顾名 不自事顾张 不自罚顾有功 不自经顾常 夫为不真 故天下莫能与之真 古之所谓屈则权者 岂须言哉 成权而归之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乱 依我看来 能够虚受委屈的人 他的心境一定是很完全的 能够含受冤枉的人 他的心性一定是最坦荡率直的 能够低声下气的人 他的心灵一定很充盈圆满 能够忍受穿用破旧衣物的有得知识 他的心地一定非常清新 能够减少自己欲望的人 他的心中反而什么都有 什么都得到 所以说贪求外在物质的人 他的内心是最迷惑的时刻 因此圣人的心境是充实的 他抱持着新的原点 佛性就足以为天下人的模范 所以说不固执自己成见的人 他的心才能够明白 不自以为是 认识自己才是全对的人 他的德性才能够彰显出来 不夸耀自己功德的人 才是最有功德的人 因为他将功德保全于心性之中 没有遗漏 不夸耀自己才干的人 他的才干才能长久 因为他不骄不傲 更受人尊崇 因为他不与人争夺 就是他不与人争夺 反而天下的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争夺 因此古人所说 委屈就是完全的道理 难道是虚伪的言语吗 所以说能够实实成于忠的人 天下自然就归向于他 自然之道道德经 同道章第23 同道章第23 西言自然 飘风不中朝 昼雨不中日 孰谓此者天地 天地上不能久 而旷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 道者同于道 得者同于得 师者同于师 同于道者 道义乐得之 同于得者 得义乐得之 同于师者 师义乐得之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减少言论的争辩 更合乎自然的道 你看 狂风刮不了一早晨 他自然就停止了 暴雨下不了一天 他也难以再下了 谁刮的狂风 谁下的暴雨 就是天地呢 谁能比得上天地呢 天地这么大 如果不顺乎自然而畏 尚且还不能长久 跟何况是我们这些小小的人呢 何必去违反自然 去争辩是非呢 所以说 想修行大道的人 如果面对一位有道的人 我们就以 道 来互相研究讨论 如果面对一位有得的人 我们就以 德 来互相勉励 如果面对一位失忆的世俗人 我们就以慈悲的心 去安慰他 能够这样做的话 你跟有道的人在一起 有道的人也感到很快乐 你跟有得的人在一起 有得的人也感到很快乐 你跟失忆的世俗人在一起 失忆的人也感到很愉快 因为无形的道 是很微妙深远的 可是有些人 对 道 就是信心不足 有些人 根本不信 所以你就是强辩 也是没有啊 多余的贪吃道德经 不处章第24 不处章第24 弃者不立 跨者不行 自见者不明 自视者不张 自罚者无功 自经者不偿 其余道也 约于实罪行 误或恶之 故有道者不处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凡是脚跟不着地 只想翘起脚尖 而要出人头的的人 反而站立不稳 会跌倒 凡是跨着大步 想要走快的人 反而走不了多远 就要累了 因此以私我之见 而好求于表现的人 反而会令人唾弃 更让人觉得 他的心性还是不清明 以为自己的意见 是全对的人 反而让人不敢苟同 觉得他的意见 有些偏差 如此一来 他的意见 反而不能得到赞同 自我称功的人 反而让人觉得 他是一位好炫耀的人 反而让人怀疑 他所说的功劳 经常自我夸耀 自己本事的人 也是一样 让人否定他的能力 因为他骄傲的缺点 已显露出来 还有什么真正的长处 以上这些好胜好强的行为 站在 道 的观点来看 就好像肚子已经饱了 别人叫你在吃 不是等于多余的贪吃吗 像这种行为 动物植物之类的东西 尚且讨厌 更何况我们是万物之灵的人类 因此有道的人 了解这些道理之后 就不会这样了 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 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 先天的身 济熙辽熙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待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曰道 强卫之名曰大 大曰是 是曰远 远曰返 故道大 天大 得大 人亦大 狱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 得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道的真实面目就是无明的 但是我们相信它是一个大物体 一个混合体 也即是鸿蒙未叛之前 天地未分之前的 五级 它在天地未分之前 就有了 所以是先天的而生 它没有声音 也没有形象 超然于万物之上 因此它是亘古不会改变的 而且它周行天下 循环不息 你看万物 没有一样 不是依靠它而生生化化的 所以它可以说是天下万物的母亲 像这样微妙的变化 无不知道怎样去称呼它 只好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 道 如果再勉强取一个名的话 就应该称为 大 带道没有极限 不就是消逝了吗 所以这个 大 也不是最恰当的名称 应该称为 是 消逝到极限 不就是很远了吗 所以这个 是 也不是最恰当的名称 应该称为 远 到很远的地方 又能够循环回来 不就是 反 吗 所以这个 远 也不是最恰当的名称 应该称为 反 因此能够生天生地生万物的 道 是最大的 其次是能够覆盖 一切万物的天 它也是大的 再其次是能够承载万物的 的 了 它也是大的 再其次就是能尽天地之德的 盛望了 所以在宇宙之中 可分为四种大 而圣王就居于其中的一种 但是世人只知道圣王大 而不知圣王之所以为大 乃是效法于天地之德 因此人受大地的 尘在之恩 也应该效法大地才是 得受天的覆盖 所以大地也时时刻刻在效法天的法则而运转 然而道又是天的依归 所以天也是效法道的法则而周流不息 而道呢 它是身天地万物之母 它是无谓的 像这样无谓而为的做法 不就是好像它是在效法自然吗 因此我们修道 行到最后的步骤 也当效法 道的无谓自然 也就是说有功德于天下 也不去鞠躬 有能力也不仗是自己的才干 这样才能达到无真 无欲 无谓的自然境界 清与众道德经资众章第二十六 资众章第二十六 众位清根 敬畏造军 是以君子终日行 不离资众 虽有荣官 艳处超然 奈何万臣之主 而以身清天下 清则施本 造则施君 太上道祖言讲 太上老君将文 天笔菜身符鸾 心性稳重 原是轻浮妄动的根基 心性清静 镇定本是 急造暴器的主人 所以圣人 终日之间 不离稳重 清静的心 如果有外出的时候 因为身份极为荣贵 所以离不了 载着衣物粮食的冰车 虽然外表看来 是极为尊贵又美观 可是他的心仍然要安然稳重 不可受到尊贵美观而纷扰心境 可是有些拥有万辆冰车的君主 他就不同了 他不知道以自身的修养为重 而轻浮妄动于身色获利之间 因此他不知自重 自身就轻了 自身轻了 天下也就轻了 所以这就是他自取灭亡的时候 所以我说 轻浮的人 他就是想早日失去自己的根本 就好比躁动的国王 想早日失去他君主的尊位一样 至善的人道德经 习明章第二时期 习明章第二时期 善行无辙机 善言无辖辙 善术不用愁测 善必无关键而不可开 善结无神约而不可解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 故无弃物 是为习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不善人者 善人之姿 不贵其师 不爱其姿 随至大谜 是为要妙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至善的人 他行善于天下 心里没有虚伪的做作 也不让别人知道他的念头 因此他的心中 丝毫不留下行善的痕迹 而且至善的人 他说话的时候 纯粹是自然本性的流露 因此他所说的话 就是真理 所说的既是真理 当然就让人心服口服 所以也就没有缺点让人责备 更何况至善的人 他的心就是佛 佛就是他的心 所以他所做的事 不用什么计划 一行一动 都是先佛的显现 不像凡人 想做好一件事情 都是用尽心机 结果无论怎么算 怎么计划 所做的事 还是离不了因果轮回 还有至善的人 他的心境 勿我两望 纯粹自然无味 不去执着身外之物 所以他的心门 不必使用门锁 别人也偷不了 他的解脱之心 不像凡人的 巧设机关之门 装设门锁 可是最后还是被奸诈之徒破坏 而且至善之人 他立了誓愿要救度天下之人 因此他时时刻刻不会将这个誓愿忘记 因此天下的人 也时时刻刻没有忘记他的恩德 像这种不必立下条约 不必交换信物的约定 可是有谁能够解开他们的约定 不像凡人经常以信物约定 或是立了契约书 好像已经用约定将两个人绑住 可是到后来 还是难免有一方黄牛 而解除了约定 所以圣人 他具备有以上至善的心境 因此他常常怀着善良的本心去救助别人 他认为教育是不分别的 所以他不嫌弃人的贵贱或贫瑜 一样的施以教化 所以他的心与万物合而为依 因此他无论对动物植物 都没有毁损与亲戚的念头 这就是圣人他承袭古人的明德 所以至善的人 他的言行 很合乎大道 就成为不善之人的老师 不善之人的作为 就成为至善人的资料 但是至善的人 仍然不会执着 拥有老师的资格 因为他希望每个人 都是至善的人 所以他也希望 以后再也没有不善的事 成为他的资料 虽然他有超人的智慧 可是他仍然大致若愚 这才是了解真理的人 更是悟到今生之道的人 刚强与柔顺道德经 长得章第二十八 长得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 守其辞 为天下兮 为天下兮 常得不离 复归于婴儿 知其白 守其辱 为天下谷 为天下谷 常听乃足 复归于谱 朴散则为气 圣人用之 则为官长 顾大志不歌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如果知道 什么叫做 刚强之道 的人 他反而会守住 温和柔顺的谦虚 为什么呢 因为能够这样的人 就好像从山之间的水沟 以背下自处 自然成为众流之所归 能够像众流之所归的人 他更不敢离开他的德性 就好像回归到婴儿的时代 那样的无知 那样的纯真 如果知道什么是真正洁白光明 的人 他反而会像一位昏昧无知的傻人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内在的涵养 与众人打成一片 又没有自傲的表现 这才是天下人的榜样 一个人能够作为天下人的榜样 他的德性便不会差错了 那么这种人的心境是什么呢 他的心境就是回复到原始之前 那样的无知无识 好像浑然忘我的境界 如果知道什么是真正光荣的人 他反而会守住低下见悲之道 为什么 因为能够这样的人 就好像是山谷一样能够虚受一切 自然使人归服 但是他的德性反而比别人充足 就好像回复到木头未割开 以前的淳朴无华 那么的真实 那么的完全 但是木头割开以后 只能成为一种器具实用 所以圣人守住 这无谓的谱 就能包含一切器具的长处 不像才成的器具之后 只能有一种用处 所以他不就成为一切器具的主人翁吗 因此大有作为的圣人 他宁愿守住纯真 朴素 无华 不愿意向木头割开制成器具之后 满身粉饰 而且又带着虚伪的外表 不要违背天意道德经 自然章第二十九 自然章第二十九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 无间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 不可为也 为者拜也 执者施之 故悟或行或随 或许或吹 或强或盈 或载或挥 是以圣人去圣 去奢 去太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如果有人为了满足私欲 去夺取天下 无的看法是不可能的 因为天下是一种很神圣的东西 不是有强暴武力的人 就可以去控制它 也不是聪明自用的人 就可以占有它 因此如果想以武力 去控制它的人 最后都会得到失败的后果 如果想以私欲 去占有它的人 最后都会尝到失望的痛苦 因为人虽然是万物之灵 可是也离不了物体的原理 譬如说 当你想走在前面 结果还是有人 走在你的前面 当你想走在人的后面 结果后面还是有人跟随 当你张开口慢慢的呼一口暖和之气 后面就有一阵风将你的暖气吹散 当你想成为最强的人 总是还有人比你更强 因为人的身体总有衰弱的一天 如果你想扛在重物 不久你就累了 你又要将所扛在的东西放下来 所以圣人知道这些道理之后 他就不想去做过分的事 也不想去做夸大与不实在的事 更不想去做不必要的事 不可仗是兵强力壮道德经不道章第三时 不道章第三时 以道左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孩 失之所处 荆棘伸烟 大兵之后 必有凶年 顾善者果而已 不以取强 果而勿精 果而勿法 果而勿交 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强 勿壮则者 是为不道 不道早已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知晓使用 道去辅佐国军的人 是不会仗势自己的兵力 而去逞强天下的 因为用兵去杀人的事 对方一定不服气 一旦有机会 对方也会想尽变法来报复杀人泄恨的 而且两军战斗所到的地方 农夫不能顺利耕耘 都让杂草到处从生 等到战斗之后 人死的死 逃的逃 病的病 这些都是造成凶荒之年的主要原因 因此 善于用兵的人 是为了不使残民害国的事继续蔓延 是为了讨伐清武横行的行为才用兵 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兵 只是求得平息乱世而已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 不敢仗势自己的兵力 就去侵犯灵邦 而且善于用兵的人 他等到战事平息之后 就不再炫耀自己的能力 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劳 更不以骄傲的眼光去看待别人 因为他认为战争之事 是不得已才战的呀 所以 等到战事平定之后 就不再逞强兵力了 因为逞强不是长久之道 譬如万物 他是寻着自然轨道行走的 他由成长而壮大 由壮大而衰老 由衰老而死亡 所以战事逞强的行为 是不合乎大道的 既然知道不合乎大道 就要赶快停止好强 好胜 好战之心了 太上道祖老子亲自白化注解 道德经 五 用兵之道道德经 贵左章第三十一 贵左章第三十一 兵者 不祥之气 非君子之气 不得已而用之 天但未尚 甚而不美 而美之者 是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 不可得志于天下 夫家兵者 不祥之气 勿惑恶之 故有道者不除 君子居责贵左 用兵责贵右 吉士上左 凶士上右 偏将军居左 上将军处右 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重 以哀悲弃之 战胜以丧礼处之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你看 勇猛的精兵 瑞丽的兵器 精巧的战舰 都是最好的兵器 可是他们都是杀人胜诉的武器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不吉祥的东西 连一些动物 植物或许都讨厌他 所以有道的君子 是不轻易去用他的 因为有道的君子 平时都注重心平气和 只有在用兵的时候 才使用阴谋的杀机 由此可见 兵器就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 更非有道之君子 使用的东西 所以有道之人 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使用它 但是也要以心平气和 为首要的条件 就是战胜了 也不以为那是一件光彩的事 因为 如果你认为那是一件光彩的事 就是你的心里 很喜欢杀人 喜欢杀人的人 就难以得到天下之人的规服 所以在治理天下时 就难以顺利了 所以说喜庆的事 都以左边为尊赏 只有遇到不吉利的凶事 才以右边为尊赏 因此 兵家以偏将军 站在左边 表示他不是主将 人杀的不多 而上将军呢 要站在右边 表示他是主将 虽然他居于上市 可是在他的主权之下 杀人众多 所以要以凶事的桑乱来看待之 这就是说 杀人杀多了 要以悲哀的心情去哭泣 战争胜利了 要以桑礼的心情去庆祝 知指之道道德经 知指章第三十二 知指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明 普虽小 天下不敢成也 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兵 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 人莫之令而自君 始至有明 名义既有 夫亦将知指 知指所以不待 辟道知在天下 游川谷知于江海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未有天地之前 本来就没有名字可言 可是虽然没有名字 却是造化万物 养育万物的根源 所以说 凡事有名字的 必定会变迁 凡事有名乡的 皆是不实在的 因此道是长久存在的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名字 朴是无名的比喻 好比木头尚未分割前的 名字叫做 朴若割开作成器具后 便有了名字 因此 朴字的意思 就是表示 未有天地之前 与 道 一样的形象 所以虽然是小小的名字 但是天地万物 无不是从此无名之 朴 深化而来 因此天地之源 是尊贵无比的 就好比一位国王 有谁敢以 宰相 去称呼呢 因此 如果侯王能够守住这种魂权的 朴 就是无谓之志了 万物就自然了 百姓也可以和乐相助 安居乐业了 不幸你看 天地必先和和这个阴阳之气 阴阳之气能够调和 阴阴之气自然也就调和了 阴阴之气既然调和 甘露之水位有不降的 因此 上天如果降下这祥瑞的甘露 去滋润万物的话 也根本不需要人们去指挥它 或是去分配它 它就会很自然平均的降下来 但是当国家还没安定的时候 不能不制造一些有名的器具 来治理天下 但是有了器具 能够达到和平之后 就应该知道之止了 因为知道之止 就是鲑鱼道 鲑鱼道 就没有危险的祸患了 就好比天地的运转 顺着轨道而行 又好像河川与溪水流入大海一样 有了归宿 有德的人均 这样去治理天下 就成为天下人的归宿 真正的永生道德经 静纪章第三十三 静纪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自知则明 圣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知足者富 强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受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能够洞察人的善恶与贤鱼 能够分别人的是非与作为 这些都是智的表现 能够反省自己的过错 知道自己的不对 这就是明白自己心性的表现 能够战胜别人 打败别人 这是表示你有力量 有能力 可是你有力量 有能力去战胜别人 去打败别人 并不表示你就是一位坚强的人 更非永恒之道 因为今天你有力量去战胜别人 去打败别人 待已时日 别人也一定千方百计 想办法来打败你 所以 这就不是永恒之道了 所以说 只有战胜自己的人 克服自己的人 才是最坚强的人 因为人的力量不过百经 但是若能守住 人得 知心 才能真正的战胜一切 达到永恒 所以能够知足的人 他的心里反而没有欠缺 没有欠缺 就是不穷 不穷 就是富有的人 假使勉强去做事的人 就需要靠志气 因为没有这个志气 他就好像一位半途而废的失败者 所以说 一个人做事应该不要失去力 身处事的原则 如果能够做到不失去力 身处事的原则 去处理事物 才是长久之道 就是肉体死了之后 他的精神还是涌流人间 他的灵性就上身天堂 像这种人 才是真正的永生 真正的长寿了 天地的胸襟道德经 辰大章第三十四 辰大章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 岂可左右 万物是之以身而不辞 功臣而不有 依养万物 而不为主 常无欲 可名于小 万物归 而不为主 可名为大 是以圣人 忠不为大 故能臣其大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天羽的之间的能源 是非常充沛的 可以任其自然的 要往左边就左边 要往右边就右边 甚至于万物依赖着它生长 它都不会推辞 而且它还在 滋论万物与培养万物之后 就是成功了 也不想去真功 真名 真利 它甚至于以博爱的心 去养育万物 就好像父母关怀子女 一样的爱护着 可是它还是不以为 自己就是天地万物的主人翁 像这种胸襟是何等的伟大呀 它魔所欲望 也不鞠躬 就好像它很微小一样 万物生化以后 都归向于它 它还不知来当主人翁 因为它能虚受一切 所以这种才是真正的大呀 就好像圣人一样 它总是不以为自己很大 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更成就它的伟大 道德玄妙 道德经大象张第三十五 大象张第三十五 知大象 天下网 网而不害 安平泰 乐与儿 过客之 道之出口 但呼其无畏 视之不足见 听之不足闻 用之不可记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闻 天比菜身符鸾 大道之体是没有形象的 就是因为没有形象 所以天地万物无所不包 魔所不容 人的心如果能像大道之体一样 无所不包的话 那么天下之人 没有一个不归从他的 如果天下的人 都归从他 这是最好不过了 因为天下将要太平了 可是等到太平安乐之后 也不可一味贪求享受 因为享受就像做客一般的短暂 是不能长久的 只有 道 的显现 弥漫在虚空之中 它是那么的淡薄 那么的毫无味道 你想要去看它 又看不到它 你想要去听它 又听不到它 可是当你要用它的时候 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呀 这不就是 是道 的玄妙吗 物极必反道德经 唯明章第三十六 唯明章第三十六 将欲惜之 必顾张之 将欲弱之 必顾强之 将欲废之 必顾心之 将欲夺之 必顾语之 是位为名 柔胜刚 弱胜强 于不可 脱于冤 国之利器 不可以是人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天下之物 物极必反 阳极必阴 阴极必阳 譬如月缺之后必圆 圆了之后必缺 由此可见收敛隐藏之后 必定张明 就好比秦始皇造长城 想巩固自己的霸业 但是这种做法 违反了自然的天意 反而得不到明星的拥护 因此凡事如果不循着自然的天意 而想以压迫的手段去迫害 这是不可能的 例如有人要摧毁中华文化 反而使中华文化复兴 如果想以不法的手段去剥夺别人的生命 这也是不可能的 如犹太人夺了耶稣的生命 反而使耶稣扬名于后世 而且自古以来 忠诚孝子 英雄猎女 皆是奉献牺牲了自己 但是奉献牺牲自己 反而使他们的生命 据存流传千古 像这种道理看起来 好像很隐为 其实是很明显的 只是你们没有去注意到而已 所以说不能小看一些外表显得柔弱的人 其实柔弱才能真正的胜过刚强 如圣人处事 他常以背下柔弱自处 反而成就他万古流芳 人一离开道 就被气数所困 反而失去了目标 就好像汽车脱离了轨道 必然发生车祸 船没有指南针 必然失去方向 于一旦离开水面 必然死去 所以说国家商人的利器 不可随便夸视于人 一旦夸视于人 就很可能危害了自己 因为他国也一定要制造更厉害的武器来威胁你 如此战争之事 就更难以避免了 人民的自然规划道德经 无畏章第三十七 无畏章第三十七 道常无畏 而无不畏 侯王若能守 万物将自化 化而欲作 无将正之以无名之谱 无名之谱 亦将不欲 不欲已尽 天下将自正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道虽然是无畏的 但是因为他的无畏 反而使他无所不畏 例如五行 金 木 水 火 土之变迁 四季之调配 没有一样不是他的造化 没有一样不是从他的怀里生长出来 所以是无畏而无所不畏 因此假使一位君主 能够守住无畏之道 万物自然就归向于他 但是在万物归顺之后 难免还有一些恶人使出欺诈的作为 如果为君王的人能善于挽救的话 只要以无畏的道理去开导他 人民自然好亲好近而无争夺 倘若人民好亲好近无争夺的话 则他们自然规划于清净自正了 道德为上 人亦赐之道德经触后章第三十八 触后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 是以无德 上德无畏而无以为 下德畏之 而又以为 上人未知 而无以为 上义未知 而又以为 上礼未知 而莫知应 则攘必而认知 故失道而厚德 失德而厚人 失人而厚义 失义而厚礼 福利者 中性之薄而乱之首也 前使者 道之华 而鱼之时也 是以大丈夫处其后 不拘其薄 处其时 不拘其华 故去彼取词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最有道德的人 他做了许多善事 可是他心地善良 不想去占有这份荣誉 这才是最有道德的人 可是没有道德的人 就不同了 他一旦做了善事 恐怕别人不知道 所以就到处宣扬 因此有道德的人 他对人的牺牲与奉献 是出自无谓的 他就是做了许多好事 善事 还以为自己没做一样 但是没有道德的人 他一旦做了一些善事 就铭记在心 像这种人的心 就是未能达到纯真 因此对自己所做的善事 就恐怕失去了名誉 最有仁慈的人 他是万物为一体 观天地位一身 没有分别之心 因此万物 万我 浑然是无谓而为 可是有义气的人 就不同了 因为他无法出自无谓之心 所以在为人处事方面 往往失去人德之心 有些人以为自己很有礼貌 但是一旦遇到对方没有回礼 就很不高兴 憎恨不得伸出手来 指着对方 强迫对方回礼 所以万事的开头 是先失了大道 然后 德 才失去了 失去了德之后 人也就开始失去了 失去了人之后 义也开始失去了 失去了义之后 理也开始失去了 因此 理只不过是 中性 知心最薄的一种 到了这个时候 祸乱与灾变 可以说 就要开始了 从这个时候 知识开始竞争了 就像花一样 只拥有华丽的外表 一切就更显得虚伪 这种虚伪的开始 等于是愚昧的开端 等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愚蠢与盲从了 所以大丈夫做人处事 应该以道德为上 仁义赐之 然后讲求实质的意义 不要追求虚伪浮华的作为 道德根本 道德经的一章第三十九 德一章第三十九 习之德义者 天德义以轻 德德义以宁 神德义以灵 古德义以淫 万物德义以身 侯王德义 义为天下真 其至尤之也 天无以轻 将恐裂 地无以宁 将恐发 神无以灵 将恐歇 古无以淫 将恐结 万物无以身 将恐灭 侯王无以真 将恐绝 顾贵以建卫本 高以下卫姬 是以侯王自卫 孤寡不孤 此非以建卫本 也 非忽 顾智术于无虞 不欲碌碌如玉 落落如石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大道是清静无畏的 他的本体是经义无二的 所以 道 又称为 一 自古以来 天如果得到 一 的话 就显得很清明 的如果得到 一 的话 就显得安详宁静 神得到 一 的话 就玄妙灵明 人得到 一 的话 就明理清静 山谷如果得到 一 的话 就充足满盈 万物如果得到 一 的话 就能生化成长 君王如果得到 一 的话 天下就安定自足 所以这一切的事物 都很有密切的关系 否则天不清明的话 就会崩裂 得得不到宁静 恐怕就会爆发天灾的变 神得不到灵妙 恐怕就会摔颓消失 古得不到充盈 恐怕就会干涸 洁净了 万物得不到 生化的话 恐怕就要灭绝了 在上位的人 如果不以正道去治理天下 还要以尊贵的高位自居 恐怕就要遭到颠簸坎坷了 所以说尊贵的人 要以低贱位根本 高尚要以低下位根基 这样的话 才能弃何万基 没有分别之心 才能何和 因此侯王尚且要自谦称 孤王 寡人 这些名称 不都是以低贱位本吗 不相信 以车子比喻好了 如果要算他的零件 当然很多 如果要算车子的数量 只有一步 一步就不用算了 所以由一而归于无 无才是道的本体 回复道道的本体 才能何于万物之用 所以说高贵的人 不要将自己看成宝玉一样 那么的尊贵 不要将他人看成石头一样 那么的低贱 因为这样已失去道的根本了 无身有道德经反复章第四十 反复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动 若这道之用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生福兰 万物皆在生生化化 反复地运转着 但是他无论怎样的运转变化 也是从道的本体中而发 可是他虽然反复地运行 到最后还是要归于柔弱与宁静 就好像一阵风吧 他虽然很强劲 但是不久便要归于平静 又好比一阵雨吧 他虽然下得很大 但是下不了多久 还是要归于平静 所以说天下万物皆从 有 太极 之中而生 可是这个 有 太极 还是从 无 之中生化而来的 道的尊贵文道章第四十一 文道章第四十一 上世文道 情而行之 中世文道 若存若亡 下世文道 大孝之 不孝不足以为道 故见言有之 明道若美 静道若退 一道若累 上德若古 大白若如 广德若不足 见德若偷 直德若虞 大放无虞 大气晚成 大英犀牲 大象无形 道影无名 夫未道 善待且成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上等的贤人 因为根基深厚 见识超群 质量广大 所以一听道道 就置于道和 努力的去实践 中等根治的人 因为见识不足 对道的认识不清 所以虽然有缘听道道 也有目道之心 但是道心 总是不能持续长久 下等于玩的人 因为见识浅薄 不知道 为何物 而且本性迷媚 贪想欲乐 所以一听道道 就哈哈大笑 哈哈 如果这些愚昧的下等人 不笑的话 还不知道 道的尊贵 在于何处 所以在古时候 有些先见之明的 立下了一些 含有哲理的言词 如下 一 明白大道的人 他的作为必是机制全无 意念清净 这种人因为大智若愚 所以从外表看来 好像很愚昧的样子 二 行道的人 因为不做有畏之事 不逞劳心劳力之能 事事让人三分 不敢先进于人 三 有道有德的人 因为心语道合 不做惊异之举 不说惊奇之言 不分富贵贫贱 很平实感 四 上等道德的人 心量广大 含寿一切 如空谷一般 五 心里洁净的人 像明月当空 像莲花出于污泥一样 虽然他们纯真真洁 可是他们仍不计较得失是非 好像受辱的样子 六 有广大的德行的人 常常不自以为有德 所以仍然很谦虚 七 建立广大功德的人 他常常不向人夸耀他的功德 按地理去做 不想让别人知道 所以说 圣人的心量 是广大无边的 世上要完成一件大器物 必须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要成为一个伟人 也是一样 必经时间与人格的考验 才能得到真正的成就 道的造化 冲合章第四十二 冲合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赴因而抱扬 充气以为何 人之所恶 为孤寡不顾 而王公以为称 雇物或损之而益 或益之而损 人之所交 我益教之 强良者不得其死 无将以为教父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道的造化总原理是这样的 道为万物之本 但是道本无名 强名为 一 由一而分为二 则是有了阴阳 有了阴阳 自然天地定位 就是 二的数 有了 二 数之后 就开始有了对待 有对待必有两端 如善恶分别 有两端必有中间的中心处 所以 二 就开始成为 三 数 所以一经的数理 就以 三 未生数 而演变的 万物造化有生生化化之妙 以人生比喻之 如眼有须灵而能视 耳有须动而能听 笔有须孔而能嗅 口有须空而能吃 亦有须魂而能思 心有须窍而能应 因此表面上看来是受损的 实际上是得意的 在表面上看来是得意的 实际上是受损的 如国君以 孤王 寡人 自称是损的 反而得到天下人民的归心 如果国君以骄傲自满来夸视天下的话 反而会受到天下人民的重叛清理 如节奏将天下视为己有 交满自大 虽有天下 而天下反叛之 就是一个借尽了 这是古代圣人所教导的一讯 我也就拿这个来教导别人 也就是人生在世 应体悟大道而行 不可仗视自己的力量 撑强霸道 向人夸耀 否则会得到不到善终的 所以我将以上这些巧妙的道理 当成父亲教导我一样 永远地记住他 柔圣刚至柔章第四十三 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 持诚天下之至坚 出于无有入于无见 无是以之无为之有益 不言之教 无为之意 天下西极之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 就是水了 可是他虽然很柔弱 反而能够穿山透地 又如无形之气 未比喻吧 他能在运各种星球 所以这些无形柔弱的力量 往往能胜过有形刚剑的物体 又好比圣人是柔弱的 他常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 这种身教胜于言教的无言之教 反而胜过其他的教育 又比喻天下的母亲是柔弱的 可是世人无不是从母亲的怀里生长出来的 所以无形柔弱的力量 外表看来是不中用的 但是它是最伟大的 身与明之指章第四十四 明与身孰清 身与祸孰多 得与王孰病 世故圣爱必大费 多葬必后亡 知足不辱 知指不代 可以长久 身外的生命 与身内真我的生命 那一样应该清静呢 身内真我实质的生命 与身外多余的物质 那一样应该重视呢 得到身外的生命 与失去真我永恒的生命 两者之间比起来 那一样贵重呢 所以说 过分的贪求物质与名利欲望的人 必定要劳心劳力 大费精神 而失去越大 贪财利禄的人 必定喜爱宝贵的真品 但是真品藏的越多 反而招人极度怨恨 深遭恨祸 所以知足的人 他的心就减少贪求 身心自然超于无忧无虑之间 如此的话 更远离了羞辱污蔑之势了 清静自然 清静章第四十五 清静章第四十五 大臣若缺 其用不必 大赢若冲 其用不穷 大直若趋 大小若捉 大便若捺 寒甚热 净甚躁 清静为天下震 大有成就的人 反而谦虚待人 这样的谦虚作为 在凡人的眼光中 就好像尚未完满的样子 所以看起来好像有点缺失 其实这种人 才是大有成就的人啊 但是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 有些人看来好像不值得学习 可是他的一切功用反而没有丝毫的破坏 因为别人反而会更尊敬他 更崇拜他 更拥护他 更听从他 因此在圣人的眼光中 能够达到功德大隐瞒的人 心境就像虚无一样 心里反而什么也没有得到 可是他的作用 反而深深化化 没有穷尽啊 就好像正直的人 反而能包容一切 所以有时在外表看起来 就好像受委屈一样 而巧妙的人呢 就好比圣人的心 根本毫无贪得的机心 也没有多余的做作与行为 但以凡人眼光看来 就好像他们都是很笨拙的人一样 所以说 对宇宙万物有深深体悟的人 此种人 应该是最有辩解的人 但是反而悟在心中 难以言喻 就是有时候他讲出来的大道理 别人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此大辩论的人 反倒像不多说话的人 人在急躁生气的时候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不能长久 就像大风大雨一样 雨过仍然天晴 风过仍然平静 所以平静还是胜过急躁的 所以说清静无畏 才是天下人民所应该追寻的目标 因为这样能使万物各得其所 人民各得其归 天下自然就太平清正了 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之族 这个时候能够用来战争的马 都可以让他在田野之中 奋田施肥 清闲自在 就好比有道的人 身心泰然 没有心原意马胡乱奔驰之患 以忠正之道立命 以何旭之气养生 自然清静无事了 但是一旦到了天下无道的时候 人人贪得无厌 这个时候战乱难免要发生了 因此兵马也都要生死于荒郊野外了 就好比修道的人 如果不守清静无畏的话 时时便会产生贪得无厌之念 导致心上之 刀兵 横出 性中之 一马 胡闯 不得一时的宁静 这个时候三魂七魄 竟成魔君之辈 时时扰乱 五藏六府 竟未交战之场 神无一刻之首舍 心无暂时之安闲 此就是人心无道之时 因此 性命怎能长保呢 由此看来 天下罪恶之大的 还不能超过这些多丝的欲望 如兄弟戏强 朋友反目 父宗灭族之事 皆是一念之为所害 就好像心心之火虽为 却可以辽远广阔 所以说修行之人 先要执念 念头如果不止 虽是日夜不眠的一心求道 但也只不过是劳行而已 因此学道之人 就是受了 欲望与不知足 所害 所以说 知足之人 魔所不足 无往而不泰然 因为不求身外之物 反的身中 自信之宝 如此之人 还有什么可贪求的呢 自然的原则与定理 天道章第四十七 天道章第四十七 不出乎 知天下 不亏有 见天道 其出迷远 其知迷少 是以圣人 不行而知 不见而明 不畏而成 天下总有一个原则与定理 圣人就是能够体悟这个原则与定理 所以天下虽然很大 但还是离不开这个原则与定理 所以圣人不必走出门户 就可以完全知道天下的一切事物了 因为宇宙天地之间 不过是阴阳动静而已 阴阳动静 不过是无极太极之理而已 圣人尽其本性 就是尽其天道 所以圣人之本性 就是行其天道 但是凡夫之人 则不同 每每要以自己的眼睛 来了解天下的事物 而不知天下的事物 是不可穷尽的 所以凡夫俗子费尽了 毕生的精力 走遍天下 迷于身外之间 反而更迷失了自己的本性 所以是走得越远 知道的反而越少 因为自己越远离了本性 受到外物之染的原因呀 所以说 圣人他反而不必走遍天下 自己只求淡然无欲 但他仍然可以知道一切的 何必跑到很远的地方 去搜寻身外之物呢 眼前就是法界了 心上原名的人 自然可以动见一切 所以圣人 不必行远而可知一切呢 所以也不必视察外界 就可以说出自然法则的明目了 也不必去多余的造作 只要尽己之性 自然而然就完成圣业了 无畏的妙处日损章第四十八 日损章第四十八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畏 无畏而无不畏 故取天下者 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 一个人如果是为了学问求知见的话 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益 只是短暂的 而学到就不同了 因为学到是要损去了知见 除去了情欲 更要排除了妄念 及名利虚华一并丢弃 这样悟我两望 思欲静静之后 就是达成无畏的境界了 有了无畏的境界 就是无所不畏了 可是这个无畏 其中隐藏着生妙的玄机 是动中之境 静中之动的无畏 是虚中之时 时中之虚的无畏 譬如天之无畏而似实能行 得之无畏而万物能生 因此人与天地合为三才 如果人能无畏 真性了然 万物的造化 无不在身心之中 此是人之无畏的妙处 所以要得到天下 如果以思欲之心 或是仗是自己的力量 去取得的人 那么将不可得 所以一个真正体悟大道的人 他会以道德仁义去取得天下 如古时候的姚、顺、语 这些圣人就是一个榜样 不但取得天下 又取得天下人民的心 这才是真正的取得天下 而秦始皇就不同了 他以思欲的作为 想将天下纳为己有 其实这种作为反而使人痛恨 使天地神之不悦 所以像这种取得天下的方法 是不足以效法的 圣人之心得善章第四十九 得善章第四十九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 无善之 不善者 无益善之 信者无信之 不信者无益信之 圣人之在天下 处处焉 为天下魂其心 百姓皆住其耳目 圣人皆还知 所以说圣人的心 是随其百姓的心态习俗 随一致化的 他不以一己之见叫人 更不以私见或是分别之心待人 所以圣人既然无分别之心 那么看到善良的人 或是见到善良的事情 圣人也以仁慈之心去亲近他 看到不善的人 见到不善的事情 圣人也一样以仁得之心去感召他 而且圣人在待人皆物方面 皆以诚信待人 无论是守性的人 圣人他这样对待他们 连一些没有诚信的人 他也是一样以诚信对待他们 使这些不诚信的人 能应受到圣人的德性感召 而归于诚信 这就是圣人的德性呢 所以圣人生活于天下之间 每每位天下的百姓 因为不知泰然自处 更做出被礼悦鬼的丑事而担忧 即感到恐惧不安 所以圣人何等的慈悲 他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 而浑浊了自己亲近的性体 因此圣人有这么大的慈悲心 所以天下的百姓皆以他为依归 时时地仰望着他 想听听他的话 听听他的道理 想看看他 看看圣人的慈容 所以圣人有这无上的德威 他看到天下百姓 就像看到自己亲生的小孩一样 去教导他 去感化他 这就是圣人可敬之处啊 出生入死生死章第五十 生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生之徒 十有三 死之徒 十有三 人之身 动之死地 一时有三 夫和故 以其身身之后 盖文善设身者 陆行不遇似乎 入君不被假兵 四摩所投其脚 虎摩所措其找 兵摩所容其刃 夫和故 以其无死地 人与万物一样 凡出生于世 就有死去的一天 可是人生存在生与死之间 分为三种 第一种人 是小孩正在生长的年龄 这种现象 在十个人当中占有三个 第二种人 是老年 将死的年龄 也是十个人当中 有三个 第三种人 是在中年的时期 就转向死亡的人 像这种人 也是十个人当中 有三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这种人 他是遇太深了 自奉太后了 常常因谋求衣食 而劳累了生命 所以反而伤了生命 因此很早就归向死亡之路了 但是听说很会 涉养生命的人 这种人大概十个人之中 还不到一个人吧 这种人 他了解真正的生死之道 所以他不属于生 也不属于死 他超越了生死的假乡 所以他生在世 也不感到可喜 就是死了也不会感到悲哀 因为他已领悟到 真我的生命 是不生也是不死的 所以这种人 在陆地上走的时候 好像不会遇到一些 犀牛老虎之类野兽 就是遇到这些野兽 也不会去伤害他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圣人慈怀爱物 不伤害万物 就好像动物园的园丁一样 他了解动物的心 动物也了解他的心 所以就不会被伤害了 而且这种人 即使走入了战场 也是出入无妨的 因为一个有胜德的人 不但是将军敬畏他 连兵族都敬畏他 因此以上所说的 犀牛虽然凶悍 却不以脚去攻击他 虎虽然勇猛 可是看了这种人 爪子也好像失去了 作用一般 连兵族作战的刀器 看到这种人 也都不知道攻击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圣人 早已把生命托付给天地了 因此他把假我的肉体 早已看空了 在我空之下 岂有死亡之理呢 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 仇视与野兽这类的敌人 因为他已把万物看成一体了 太上道祖老子亲自白化注解 道德经 七 道体的德性 尊贵章第五十一 尊贵章第五十一 道申之 德处之 物行之 事成之 事已万物 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 德之贵 夫莫之命 而常自然 故到生之 德处之 常之 欲之 成之 熟之 养之 父之 生而不有 畏而不适 长而不载 世卫玄德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生福兰 道位万物之母 所以万物皆从道体中而生的 但是万物生出来以后 还要以 德去滋论它 这个 德 就是天地中的阳和之气 这个阳和之气能够孕育万物使它成长 成长以后 才有种种万物 可是这些万物 本来就是由无形的 道 所生的 与无形的天地之 德 培育而成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有形的万物之后 才知无形道德的伟大 但是在万物生长以后 如果没有四季寒暑的根替 阴阳的互换交流 则虽生长了万物 也不能使万物趋于成熟 所以是之所在 就有了阳春之气的培物 及寒秋之气的B物 这些四时的代谢 但是道虽然伟大 德虽是尊贵 却不以为大与尊贵而自命不凡 仍然以自然除之 可是它这样的自然除之 反而得到永恒自然的尊贵了 所以道生了万物 德滋润了万物 让它们长大 又给它们福育 又让它们自立长成 又让它们成熟 这些常养与富户的大恩 道还不以为自由 像这些大有作为的事 它还是不仗是自己的能力 虽然是万物之主 但是它仍然不以主宰为自居 所以道实在是具有极深远的智德亚 道的本源守母章第五十二 守母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 以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 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 父守其母 眉身不带 塞其对 避其门 终身不擒 闻其对 既其事 终身不救 见小曰明 手柔曰强 用其光 富归其名 无道伸秧 世卫喜长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天地万物都有它的本源 这个本源就是 道道 创造天地万物 所以 道 是天地万物之母 既然知道天地万物是 道 之所生 旧之小 道 为母 物为子 道 为体 物为用 所以现在的人只知物而不知 道 是被道而持 呀 因此当你认识这个 道 以后 就要秉守着创造天地万物的道 旧是身亡的时候 也不会感到恐怖与危险 因为你已经回归道道的怀中了 所以 如果不想让经 弃 神外持 就要塞住了人的欲望之口 避住了人的大贼之门 就是 眼 耳 鼻 蛇 以 因此修道之人 如果能避色欲望之口与大贼之门 则一辈子受用不尽 不必动用多大的勤劳 自然可以成就大道的 否则终身不知 必住这身色获利之门 只知仗是自己的才能 而丧心争斗于红尘之中 那就不可救药了 所以能够察觉为小事物的人 才是明白大道的人 能够守着柔弱之道的人 才是真正强盛之人 但是 明白大道还是不够的 仍然需要回光返照 使得心得内外相应 这样才能归于灵明觉悟之中 能够这样做的人 就能达到身心无挂 安然自得 更可说是已经习惯于实行大道了 大道之行 大道章第五十三 大道章第五十三 使我戒然有之 行于大道 为师是位 大道圣仪 而名好尽 朝圣除 田圣吾 苍圣虚 符文彩 戴利剑 燕饮食 货彩有余 侍卫道兮 非道也哉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假使 我有一些智慧 要行于大道的话 还需要小心谨慎 因为不小心的话 还恐怕会走入歧途末路之中呀 这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了大道本来就很平坦的 很宽大的 可是偏偏有些贪望的人 他喜欢寻找小路走 这样的结果不但无意 反而害了自己 这些都留给我很大的警惕 就以一些当朝的文武百官 为辟语吧 朝纲都已经保不住了 百姓的田地也都已经荒芜了 仓库的稻米也已经快要没有了 但是还有一些贪官污吏 上穿着华丽的衣服 来显示自己的尊贵 身上还带着明亮的利剑 来夸耀自己的强悍 不但如此 更是一心追求美餐 美酒来吃喝享受 而且只顾自己的财货有余 更不去接济别人 所以像这样的座位 实在很不合乎大道的 得的于应善建章第五十四 善建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善报者不拖 子孙祭四不错 修之于身 其得乃真 修之于家 其得乃于 修之于乡 其得乃长 修之于国 其得乃风 修之于天下 其得乃谱 故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 以国观国 以天下观天下 无何以知天下之燃灾 以此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扶鸾 天地之间 如果建立有形的东西 容易被拔去 购置有形的物品 容易被取走 因此为友善于建立道德的人 才不容易被拔去 不容易被取走 这为什么呢 因为道德是建立于无形的心中 所以没有形体让力量拔去 也没有其他的力量 能让无形的道德脱落 所以能够在身的时候 行乎道德的人 他死了之后 仍然有设计宗庙 让子子孙孙祭祀 代代相传不绝 因为他的德 实行于身 所以他的善德 才有如此的完美 所以说 一个有道德的人 他修得充实于身的话 必能使家人得到德的余音 如果这个有德旺的人 德化于乡里之间 则乡里之间 必然能够得到教化上的长处 如果德化于国家的话 这个国家也必然会得到兴旺 如果德化于天下的话 也一样能够感召天下 因此我明白以上这些道理之后 我就以自身的身心体悟 去视察别人的一切作为 以自己的家庭教化 去观察别人的家庭教化 以自己的乡里教化 去观察其他的乡里教化 以自己的国家教化 去观察其他的国家教化 以现在的天下教化 去观察未来的天下教化 所以我何以知道 天下的变化情况呢 就是以上的道理推究而得的 德性深厚的人 韩德章第五十五 德章第五十五 韩德之后 比于赤子 独虫不适 猛兽不拒 绝鸟不薄 古若精柔而卧故 为之聘母之何而追作 精之至也 终日豪而不阿 何之至也 知何曰长 知长曰明 一身曰祥 心使器曰强 物壮则老 侍卫不道 不道早已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包含德性深厚的人 就好像天真无邪的婴儿一样 那么的无知无实 那么的顺天自然 别小看这些婴儿 虽然筋骨柔弱 可是当他握起小拳来 却是非常的硬朗 他虽然不懂得男女之间的情欲 更不懂慈雄之间的交合 可是他的真阳之物 却能经常勃起 这就是他的真经已达到极点的表现 你看他终日的豪哭 而身因人不沙哑 这就是他保守太和之气 以达到极致的表现 因此有以上的举动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不能保持这些太和之气 就是我们欲心动而神乱 填心动而气号 情心动而精散 这就是我们不能返回先天真常之道的原因 如果能够知道真常之道的人 可算是明白谁是真我的人 能够明白真我的人 他的心自然能够像秋天的月那么明亮 像晴天中的潭水那样明镜 所以这种人也是明智的人 这种人也自然知道 保养先天太和之气 以增益长生之道 能够增益长生之道的人 就是吉祥的人了 但是现代的人 往往不去保固先天的元气 反而妄动暴躁 自以为很刚强的样子 其实这都是不对的举动 因为你妄动暴躁 这都是勉强的行为 勉强的行为 总是支持不久 支持不久 就好像万物的强壮中就会老了 老了不是早日迈向死亡之道吗 所以这都是不合乎 道的举动呀 不合乎 道的举动就要早日自我灭亡了 悟道的人到贵章第五十六 到贵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塞其对 避其门 错其锐 解其分 和其光 同其成 世卫玄同 故不可得而清 亦不可得而书 不可得而立 亦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贵 亦不可得而见 故为天下贵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真正悟道 道 的人 心语道合 可是却难以用言语表达 就像是佛所说 无法可说 是明说法 达摩祖师所说 达摩东来一字无 全凭心意用功夫 若要只上寻佛法 比肩叫前洞停呼 可见 道 是如何的为妙了 可是偏有一些 好于炫耀自己的人 喜欢在大庭广众 高谈阔论 行为乖章 高傲自取 其实这种人 反而是不知 道 的人 所以有道的人 他首先塞住了 他的口舌纷争 关闭他 七情 喜 怒 哀 乐 爱 恶 欲 六欲 色 深 香 味 触 法 之门 挫折 他锋芒又 高傲的锐气 这一切才是解脱 纷扰烦恼的方法 同时有德之人 他毫无高傲之心 就是有功于众生 可是他的心与众生的心 仍然能够像灯光与灯光在一起的时候 那样的混合 那样的不惊奇 不利益 不粉饰 随俗 同城 他的作为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 使人感到特别 反而与人共同相处 但是这种人 你想亲近他 其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心同虚空 是不染情欲的 你想疏远他 也是很难的 因为他慈悲未怀 关爱世人 使人难以舍弃他的恩德 你想利益给他 其实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为了世人而淡然无欲 只是抱着 取之众生 用之众生而已 你想加害他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有解脱的心 能够超出生死的假象 你想贵重他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不贪慕荣华富贵的虚名地位 你想亲见他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心灵中实实怀有如归宝般的慕尼宝珠 因此外在的形象 以及褒贬毁欲 都不能打动他本心的自在 所以这才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了 治国之道治国章第五十七 治国章第五十七 以振治国 以其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 无何以知其燃灾 以此 天下多忌讳 而民弥平 人多利器 国家滋昏 人多技巧 其物滋起 法令滋章 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 我无畏而民自化 我无事而民自负 我好敬而民自正 我无欲而民自谱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治理国家要以正道的方法 不要以乞巧的方法 只有在用兵的时候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用乞巧的方法 因为治理天下 要使百姓平安无事 才可以取得天下百姓的心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道理呢 就是以下的道理 给我的启示 比如 治理国家 如果发布禁忌太多的政令 就不能辨明 人民就无法顺利的工作 无法顺利工作 农 工 商 生产就要少了 所以人民就会越来越贫穷 如果人民拥有太多厉害的杀人武器 打杀的事件 自然就多 因此要治理人民就会越感到混乱 如果人民有技巧的居心时 一些邪恶又奇怪的事物就越来越多 在法令设的很多的时期 就是道德仁义失落的时候 道德仁义失落的时候 道贼恐怕就要越多了 所以 上古的圣人曾说 只要我混全天理 顺天引人 人民就会自我约束 自我倒化 只要我虚心填淡 不妄动 不纵欲 人民就会自然归于清正 只要我不失禁忌太多的政令 去扰动百姓的行动与安宁 就是辩明 然后人民自然康复 只要我不贪慕享乐 人民自然也会归于淳朴 治国方针查阵第五十八 查阵第五十八 其正闷闷 其名纯纯 其正查查 其名缺缺 或惜福之所以 福惜或之所福 殊之其疾 其魔阵 正父为其 善父为妖 人之谜 其日故久 誓以圣人 方而不割 怜而不贵 职而不似 光而不药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治国的方针 若能以宽大为怀的胸襟 人民反而过得淳朴安定之足 治国的方针 若是私质自用 言行刻乏 人民反而狡诈多端 忧虑不安 因此 灾祸的里面 已经隐藏了幸福的到来 譬如说 发生过灾祸的人 才知道幸福的可贵 因此才知行功利得 去追求永恒的幸福之道 幸福的里面 也潜伏着灾祸 比如说 没发生灾祸的人 他不知珍惜幸福 反而未非作歹 奢侈浪费 造下罪业 一旦因缘成熟 灾祸就要临头了 但是 像这种祸福循环 物极必反的道理 有谁能够了解他的究竟 有谁能在无形中 去认识这些真理呢 所以 人心不古 本来是正直的道理 人们却认为 那是奇怪的理论 本来是善的教导 人们却认为 那是妖怪的行为 因此 世人弥媚于邪正善恶的分别 这种日子 已经很久了 唯有圣人 他为人的方针 能够在保持方针之中 又没有锐利的棱角 去割伤他人 他为人清廉 可是在处事方面又很厚道 绝不疾恶太严 或苛刻太甚 他为人正直 可是绝不直率的过于放肆 他心性光明 可是绝不炫耀他人 这就是圣人德性 深厚的原因 至人是天 长生章第五十九 长生章第五十九 至人是天 莫若瑟 莫若瑟 夫位瑟 世卫早福 早福位之重基德 重基德 则无不可 无不可 则莫之其极 莫之其极 可以有国 有国之母 可以长久 世卫生根故底 长生九世之道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治理世人 以及事奉上天 最好的方法 就是精神不忘谢 因为精神不忘谢 就能够心得全备 心得全备 就好像回复到自己的本性 像这种事 就像每个人起床之后 要穿衣服一样 是首要的事 所以起床穿衣服 也是我们早已习惯的事 而且每个人一生当中 都是不断地做 我们的德性 如果能像起床穿衣服一样 累积下来的德性 一定是深厚的 一个德性深厚的人 他要治理人 要侍奉上天 就没有不能胜任的 既然是没有不能胜任的 就难以估计他力量的极限 像这种力量难以估计的人 也就可以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了 有这种人来治理国家 就像国家的保姆一样 能够绿天下一道 治理天下当然可以长久了 就好像根深牢固的树 就能结出结实的果子 如果以这个道理 去实行于修身养命方面 这种人无形的生命 也可以长久的生存在人们的眼前 让人崇敬奉养朝拜 因为治国与修身是一样的道理呀 纯朴祥和的世界 至大国章第六十 至大国若蓬小仙 以道立天下 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 圣人 不伤人 夫为两不相伤 故得交归焉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治理大国家 就好像在烹尖小鱼一样 不能常去翻动它 否则就会将一条鱼尖的破碎不堪 治理国家也是一样 不要常常去变动政策 否则人民也会被政策的变来变去 而难以适应 感到烦门 所以这都是 为政的人 因为失去诚信 使人民对遵守法律 也失去信心的结果 因此 为政的人 如果能以 道的无谓 亲政 诚信 去治理百姓的话 自然能够达到和其志祥的目的 连恶鬼的作乱 也难以显出神奇的灵印 非但恶鬼难以显出神奇的灵印 就是威灵的神明 也不会去伤害人 因为百姓都是善人 神爱善人 有所不及 怎会去伤害人呢 所以 非但威灵的神明不伤害人 就是圣人在世的时候 看到人民善气祥和 他也不必铠叹 人心不古 更不必拾出 浩然正气 去伤害一些 为非作歹的伪君子 因此能够达到 无形的鬼神 与在世的圣人 都不伤害人 这就是天下德性感交时候 也好像天下之人 都回归到 本来天真与淳朴的世界里 那样的祥和与清静 太上道祖老子 亲自白话注解 道德经 八 大国谦卑 小国谦公 为天下章第六十一 为天下章第六十一 大国者下流 天下之交 天下之聘 聘偿以敬圣母 以敬畏下 故大国以下小国 则取小国 小国以下大国 则取大国 故获下以取 获下而取 大国不过欲 坚处人 小国不过欲入世人 夫良者各得其所欲 故大者一味下 太上道祖 太上道祖演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大国应该学大海的碑下自触 虽是居于下流 但是唯有居于下流 才能成为百川重流交汇的归处 就好像天下的雌性动物 常以柔弱的静定自触 但是却能胜过雄性动物的刚强躁动 这就是以静定为下 反而能胜刚强躁动的原因 所以说 大国若能以谦卑自触 更以诚信有力对待小国 就可以取得小国的幸福 更能取得小国的归相之心 小国若能谦卑自触 更以诚信有力对待大国 就能取得大国的信任 更取得大国的崇敬之心 所以无论是大国签下以求小国的幸福 或是小国签下以求大国的信任 大国为政的最终目的 只不过是爱护天下百姓 既然天下百姓皆是安定淳朴 治理大国的使命 也算是达成了 小国治理百姓的最终目的 不过是愿意侍奉人民 使其过得平安无事 因此他对大国的要求 也只是希望大国能 将小国平等看待而已 所以 无论是大国或是小国 如果要达到这种目的 首先就要以谦卑自触 而且 最要紧的 就是大国应该首先以谦卑低下作为模范 能够这样天下自然太平了 道的奥妙道奥章第六十二 道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万物之奥 善人之宝 不善人之所宝 美言可以世尊 美心可以加入 人之不善 和弃之有 顾力天子 至三公 虽有拱必以先四马 不如做这此道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 何不约求以得 有罪以免耶 故为天下贵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道是万物之中 最精为最奥妙的东西 善人经常视为修身养命的至宝 就是不善之人 也会依赖道 来保障自己 例如俗语说 道义有道 就是最佳的佐证 可见坏人有时候 也要仰仗道 来保护自己 所以 有时候当你讲出一句 何于道的至善美言 就可博取到别人的钦佩 这就是说 只要你何于道 行事 有尊贵的行持 就能够高人一等 人往往有迷昧的时候 而做出不善的事 可是只要你有改过向善的心 谁不会原谅你呢 谁还会遗弃你呢 但是最怕你的忏悔之心 不成 良知不奸 本性不改 力行不衡 所以才会自弃弃人 为人所弃 所以说 如果你不以道而行 即使得到世间的一切 如拥有了至上的王位 又设置了文武百官 前呼后拥 两手又拥有西式珍宝的美誉 乘坐富丽堂皇的马车 如此的尊荣华贵 还不如体悟大道 深入到心 来得实在永恒 所以古代的圣人 才如此的尊贵大道 这是为什么呢 无不是因为 日日求于大道 日日行于大道 如果不这样做 便要被道而行 一旦被道而行 就要造下罪业了 一旦造下罪业 难道可以免受因果的惩罚吗 所以 道实在是天下最尊贵的了 圣人的处是无难章第六十三 无难章第六十三 为无畏 是无事 为无畏 大小多少 抱怨已得 图难于其义 为大于其系 天下难事 必坐于义 天下大事 必坐于系 是以圣人中不畏大 故能臣其大 夫亲诺必寡姓 多亦必多难 是以圣人有难之 故中无难以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圣人处事 不是为了欲望而处事 也不是为了贪得而处事 更不是为了私利而处事 纯然是为了大公无私而处事 圣人的行事 不以心机而行事 不为工业行事 不为名利行事 心性中纯然 虚无为怀而行事 圣人的品味 不是为了情欲而品味 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品味 更不是为了贪欲而品味 纯然是以自然淡薄无味而品味 可是凡人的心灵欠缺 常常以大为小以多为少 而圣人的心境就不同了 他心灵中一切具足 不缺少一物 因此圣人能以小为大 以少为多 所以圣人的心灵是万得俱备 心中无怨 假使有人误会他的时候 对他产生愤恨的心理 他还能以得抱怨 绝不怀有报复之心 因此如果你想学圣人的作为 必先从容易的事做起 能枪容易的事做好 才能将困难的事情做好 要做大事情也是一样 先从细小的事情做好 能先从细小的事情做好 大的事情才能做好 所以说要做天下的难事 必先从容易的事情开始 要做天下的大事 必先从细小的事情开始 因此圣人他总是 先从细小容易的事情开始做起 而不是一下子 就想做大事业 所以他最后根基稳固 终于能成就大事业 可是凡人他轻视心性的修养 他们以为那是小事情 但是小事情都做不好 怎能成就大事业呢 这就好像一个人 马马虎虎点头答应的是 这个人一定没当做一回事 没当一回事的答应 必然是缺少信用的 还有 如果把事情看得很容易 而且事先一点也不准备的话 到时候发生的困难反而越多 所以圣人开始的时候 先把每一件事都认为困难 是世界圣自己 时时反省自己 最后反而天下无难事了 修计至人的方针 服务章第六十四 服务章第六十四 其安一持 其未照一谋 其翠一盼 其未亦散 未知于未有 智之于未卵 何报之目 深于毫末 九层之台 起于泪土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为者拜之 知者施之 是以圣人无畏 故无拜 无执 故无师 明知从事 常于己成而拜之 圣中如始 则无拜事 是以圣人欲不欲 不贵难得之祸 学不学 负众人之所过 以福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为 太上道祖 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 降文 天比 蔡 申 福 兰 国家安定的时候 为政的人 容易保持治理的大事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 纷乱的事情 还没发生 的时候 如果有违反 正常的事情 刚要发生 便能一目了然 才容易找出 图谋的对策 就好像说 一件事情 刚要形成的开始 总是比较脆弱的 比较脆弱的东西 总是容易分化 也比如说 微小的东西 容易散失 尚未凝结的事物 容易分散 所以 要做好一件事 一定要筹谋于 事情未发展的开始 治理国家也是一样 要在于尚未混乱之前 就要先做好治国的基础 好比 一颗两人核爆的大树木 它的成长 也是从一粒细小的种子 开始萌芽 移动九层楼高的平台 也是从一本机的泥土 累积起来 要走千里的路程 也是要从脚底 踏出第一步 因此行为超出以上过程的人 一定会失败的 因为他太执着 太任性 太执着 太任性的人 就是缺德 缺德的人 就会失去一切 所以圣人 了解这种道理之后 他就守住魂泉的德性 不与人纷争 也不执着得失之心 既然不执着得失之心 所以也没有失意的痛苦了 但是世人 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 只因一时的松懈而遭到失败 因此能够将最后关头 当作开始一样谨慎的人 他就不会失败 所以圣人所欲求的 是一般人所不欲求的 譬如圣人欲求的是自在解脱 而不是贵重的金银财宝 圣人所学的 是一般人所不喜欢学的 好比圣人所学的是 内在生命的哲学 而不是追求虚荣浮华 卖弄心机 所以圣人他只是想回复到自己的本性良知 提醒世人不要胡作非为 违背自己良知而已 这就是圣人将所要做的事 先去了解 先去实行 然后他才能辅佐万物 回归自然淳朴 因此 圣人他的任务太大了 世人的注目也太深了 所以他更不敢胡作非为 而乱了修己智人的方针啊 回归淳朴玄德章第六十五 玄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畏道者 非以明明 将以于之 明之难治 以其治多 故以治治国 国之贼 不以治治国 国之福 此两者 义凯士 常知凯士 世卫玄德 玄德深以远以 与物反以 然后乃治大顺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古时候 了解以 道治国的人 不教人民斗志技巧 而教人民纯普敦后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之所以难以治理 就是人民的治谋太多 所以如果以治谋来治理国家的人 等于叫人民互相斗志 一旦上下互相斗志 自然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国家就要乱了 因此这种叫人民斗志的办法 实在是教人民为贼呀 反过来说 倘若在上的人不以治巧治国 人心自然淳朴 人民生活自然安定无真 这才是国家的福祉 所以 如果有人知道以上两种道理的人 就可成为治理国家的模范 能够成为治理国家模范的人 就是有玄妙德性的人 当玄妙德性发挥到更深更远的时候 在外表看来 似乎与世俗的轨道相反 其实这正是使人民更归于淳朴 归于和谐的妙境哪 谦卑低下江海章第六十六 江海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为百骨王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为百骨王 是以玉上名 必以言下之 玉先名 必以身后之 是以圣人 处上而名不重 处前而名不害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语之真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汪洋的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众流之王 就是他善于处在低下的地位 使百川众流之水 无论敬会 皆能容纳 所以才能成为百川之王 圣人他能够高居万民之上 就是他心口一致 而且先谦虚自己的言语 自称卫下 所以 如果你也想居于别人的先前 那么你必须先尊重所有的人 尊重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才会尊重你 反之你轻视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就轻视你 圣人就是知道这些道理 所以他虽然居于上位 可是他处处谦虚未怀 使居于下方的人民 都不感到危重的心理压力 所以圣人虽然居于所有人的先前 可是人民会自然的崇敬 不会去嫉妒他 或是加害他 而且天下的人都乐于推举他 而不讨厌他 这就是他不与人相争 所以天下人也就没有人能胜过他了 慈祥的爱心三宝章第六十七 三宝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为我道大 四不孝 夫未大 故四不孝 若骁 久亦其系也夫 我有三宝 持而保之 一约辞 二约简 三约不敢为天下先 夫辞故能勇 简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 故能臣气长 经舍辞且勇 射简且广 射后且先 死亦 夫辞以战则胜 以守则故 天将就知 以此为之 太上道祖 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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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三项要诀,只要你持有它,就是你的身中之道了。 那就是第一,慈祥的爱心,第二,节俭淳朴,第三,不敢自高、自傲,居于别人的先前。 因为慈爱才能产生勇气,就好比一位母亲,为了儿子的生活,就背负自己责任的勇气,这就是慈爱所发挥的勇气。 因为节俭自己的精神不妄谢,所以才能精神饱满,使先天之气运转,武器朝圆,三花聚顶,原神复位,然后天地任我遨游,更能发挥广大的救人救世大事业。 因为谦虚卑下的美德,才能受人尊敬拥戴,像这种德性的发挥,正是大器晚成的写照。 可是现在有人舍弃了慈祥的爱心,而好勇斗狠,且好出风头。 舍弃了节俭淳朴,而荒淫无度,且浪费光阴。 舍弃了谦虚退让,而好真好斗,且瞧不起人。 像这种人,就是自己想要快一点迈向死亡之路了。 所以说,抱着天生慈祥的正气,才是永恒的勇气,此种勇气,才有真实的力量,以此种力量去对付逞强邪恶之辈的扰乱,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 而且以慈爱来防守,就能得到巩固,因为慈爱本是上天所负的本性,尽到天父的本性,天下之人,就会拥护爱戴,能够得到拥护爱戴,在上位的人自然能够得到巩固的支持了。 最佳的勇士不争章第六十八 不争章第六十八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圣敌者不语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为不争之德 是为用人之力 是为佩天谷之吉 太上道祖言讲集,太上老君降文,天笔菜身符鸾。 最佳的勇士,绝不会夸张自己的武力,也不会逞强好斗,更不会显出凶狠的样子。 最好的战士,是时时保持太和之气,经常养精蓄锐,绝不会轻易就暴躁发怒。 最会打圣仗的将帅,是最不想要宣布和敌人交锋打仗的,如果宣布与敌人交锋打仗,也是为了早日和平着想。 最会用人的长官,常常关怀部下,为部下着想,如此的信承关照,才能让部下幸福拥戴。 以上这些,都是不与人相争的美德,也是用人的真正力量,这就是配合天地之德,顺其古道,所表现的极致啊。 真正的胜利用兵章第六十九,用兵章第六十九,用兵有言,无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尽寸而退迟。 世卫行无形,攘无弊,仍无敌,直无兵,或莫大于轻敌,轻敌己丧无宝,故抗兵相加,挨折圣矣。 太上道祖言讲及,太上老军将文,天笔菜身符鸾。 军事专家有一句真言,我不敢主动先向对方挑战,只有在对方已经开始攻击的情况下,才起而应战,我不敢以残暴好杀之心,去争强争霸,我只想保全固有的国土,使战争早日平静。 像这样的打仗,虽然国军士气高昂,可是却没有杀气腾腾的凶恶,虽然高举着臂膀,高呼着口号,可是却没有凶残暴虐的模样。 虽然互相打仗,可是却没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要怀恨在心。 因此这种人,不是为了好杀好战而打仗,只是为了正义,为了和平而打仗,像这种慈爱光辉的打仗,才能使军民全心全力以赴,也是胜利的象征。 所以说,这种战争,虽然手里拿着兵器,可是,这正是正义之手,不是杀人的凶手。 灾祸的发生,都是好战好杀的人所引起的,而这种人,也是过分轻敌的人,殊不知轻视敌人,就是失败的主因,因为在小的国家,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军民同心,这种力量的韧力,就远胜于凶残暴虐的好战之君,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是顺天行事,一个是逆天行事,差别就在于此。 所以说,不以好杀好战去打仗,而以顺天行事,悲敏苍生才出战的国家,他到最后,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 我的言论怀玉章第七十 怀玉章第七十 无言圣意之 圣意行 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 言有宗 是有君 夫为无知 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兮 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备贺怀玉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我的言论实在很简单 你们应该最容易了解 而且又容易做到才对 可是现在天下的人 本性已经迷昧了 所以才不了解我的 道 又难以遵照我的 道 去做 因为我所说的言论 都有个宗旨 我所说的事情 也都有个含义 可是你们就不了解这些宗旨 又不了解这些含义 这都是你们受到耳目见闻所染已久的原因 所以才不知道我所说的话 更不知道我所讲的道理 更不了解我的心意 因此 真正了解我 道 的人 的确太少了 大概是我所说的 道 太珍贵了吧 因此圣人就好像一位身外披着破旧衣服的人 可是身内却怀有宝玉 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太上道祖老子亲自白话注解 道德经 完结篇 知语不知不病章第七十一 不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 圣人不病 以其病病 事已不病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已经了解 道 却认为自己还不了解 道 的人 是真正了解 道 德上等人 尚未了解 道 就至得意满 而且还自吹自雷 自以为了解 道 的人 就是得了高傲夸张的病症 唯有先知先觉的人 了解高傲夸张是一种病 所以以后 才不会再犯上这种病 圣人就是这种人 所以圣人就没有这种病 因为他知道高傲自取是一种病 所以圣人就不患这种病了 爱惜自我 为微章第七十二 为微章第七十二 名不畏微 则大微智 无暇其所居 无厌其所生 夫为不厌 事已不厌 事已圣人自知不自见 自爱不自贵 故去彼取词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做什么事 都胡作非味 而且又毫无畏惧的人 比较大的灾祸 很快的就要降临 这正是自寻的罪恶之徒 也是自寻的毁灭之路 因此你们不要把你以后的去路 狭窄起来 应该要开阔你的心胸 就好像四海皆兄弟 无处不是我的居所 无处不是我的归处一样的广阔 而且你们要不厌弃真我 应该赶快去修身立命 使真我 不生不死 不来不去 自在解脱 因为唯有这样不厌弃自己的真我 天地万物 也才不厌弃你 所以圣人只求明心见性 而不受外在的一切蒙蔽本性 这就是圣人爱惜真我的大生命 不受因果轮回的拘束 因此他不贵众生外的荣华富贵 以及人间的虚情假爱 这就是圣人看清假身 而求真我的解脱 因果罗网天网章第七十三 天网章第七十三 勇于敢则杀 勇于不公则活 此良者 或利或害 天知所恶 熟知其故 是以圣人有难知 天知道 不真而善甚 不言而善应 不照而自来 惨然而善谋 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凡是想表示自己勇敢 而残暴好斗 又胡作非味的人 必会遭到杀身之火 凡是不敢轻举妄动 又不逞强好斗的人 就可以明哲保身 以上这两种人 一种是对自己有利 一种是对自己有害 这就是上天的本意 讨厌刚强好斗的人 可是有谁能够知道 他的原因呢 就是圣人也难以了解 这些道理 但是冥冥之中 就好像有这个定数 有这种感应 不相信 你看吧 天的法则 天的造化 他经常不与万物相争 可是他从古代到现在 无论你怎样与他相争 到最后还是他得到胜利 这好像上天虽然不说话 可是他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感应 不用你去安排宇宙请 他自然就降临下来 而且报应较快的 反而知道警惕 知道忏悔反省 报应较晚的 罪恶就越深 罪恶越深的 灾祸就越惨 像这种因果报应 好像上天早就谋算好了 这就是上天散布下来的 因果罗网吧 他就是那么的广阔 那么的稀疏 可是对因果报应 都好法没有漏失呀 暴政之下 一 厮杀章第七十四 厮杀章第七十四 明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若是明常畏死 而畏其者 无得职而杀之 常有厮杀者杀 夫带厮杀者 侍卫带大将拙 夫带大将拙者 稀有不伤其手意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正至家如果施行暴政 老百姓一定不堪暴政的摧残 如果到了明不聊生的地步 也不怕死了 就想起来革命反抗了 到这个时候 执政的人 才想以杀人去威胁百姓 有何用呢 因此 如果百姓生活在安定的时候 他是怕死的 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为非作歹 执政的人 以政治亲民的作风 把这些为非作歹的人 抓起来审判死刑 还有谁敢再来送死 但在暴政之下 一切情形就不同了 常常欲有在司法官的命令之下 刽子手才杀人的 也有一些不是司法官命令之下 也不是刽子手 就乱杀人的 就好比一位不是砍柴的木匠 也要代替别人去砍柴 这种代替别人去砍柴的事 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啊 暴政之下 二 贵申章第七十五 贵申章第七十五 明之鸡 以其上十岁之多 是以鸡 明之难治 以其上之有味 是以难治 明之轻死 以其上求生之后 是以轻死 夫为五以身位者 是贤于贵申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暴政之下 执政的人 只顾自己纵欲玩乐 对于人民失去 仁 义 礼 智 性 在这个时候 課税必然超过人民所得 人民在入不敷出又劳力用尽的情况下 自然就饥饿不堪了 这就是执政的人 失去人 义 礼 智 性的原因 所以人民也跟着奸诈虚伪 等到这个时候 要治理百姓就困难重重了 一旦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人民也就不怕死了 这都是在上位的人纵欲玩乐 过分奢侈的原因 才使人民不怕死的结果 所以 唯有清心寡欲 甜诞虚敬 才是真正贵重他自己的生命 自奉太深 纵欲太甚 反而是清清自己的生命 柔弱与刚强柔弱章第七十六 柔弱章第七十六 人之身也柔弱 其死也坚强 万物草木之身也柔萃 其死也枯搞 故坚强者死之徒 柔弱者身之徒 是以兵强则不慎 木强则兵 坚强处下 柔弱处上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软 人在活着的时候 身体是柔软的 死了之后 身体才变成坚硬 万物也是一样 你看花草 树木 它在活着的时候 树枝也是柔软的 只有死了之后 它才变得坚硬 有以上的道理 可以知道 如果守住刚强顽固的人 就是想快点迈向死亡的人 反而牵退柔弱的人 才是走向永生之路 因此逞强于兵力 喜欢战争的国家 往往得不到胜利 就好像树木强大的 反而要遭受砍伐 所以说 经常自夸强大的人 反而使人讨厌 让人看不起他 而以牵退柔弱自处的人 反而让人崇敬拥戴 天道的唯妙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 其由章恭呼 高者一知 下者举知 有余者损知 不足者补知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 孰能以有余奉天下 唯有道者 是以圣人为而不适 功臣而不处 其步欲见贤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天道的唯妙 就好像拉开弓箭准备射击的情况 目标在高的地方 弓弦要往下拉 目标在低的地方 弓弦就要往上拉 距离较短的 拉开弓箭的力量就要小一点 距离较远的 拉开弓箭的力量就要大一点 天道的唯妙也是如此 物极必反 循环不已 万物总是在平衡又掉河的情况下 深深化化 调节运转 可是世人就不是这样了 比如为人处事方面 常常去做锦上添花这些虚伪的事 而旧贫困这些实质的工作 却少有人要去做 所以有谁能够将有余的精神与财力 奉献给天下贫困的人呢 我想只有有道德的人 才做得到吧 因此 圣人体悟大道 还不敢仗势自己的能力 顺天行道也不想自居其功 这就是圣人他不愿处处夸耀自己的能力 将自己的长处去补助天下百姓的不足 这就是圣人所行的天道呢 柔弱的一处水得章第七十八 水得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于谁 而攻坚强者 莫知能胜 以其无以益之 柔知胜刚 弱知胜强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 是以圣人云 爱国之狗 是未设计主 受国不祥 是未天下王 正言若返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降文 天比菜身符鸾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 没有一样能超过水了 水虽然柔弱 可是如果有其他坚强的东西去攻击他 他总是得到最后的胜利 如石头丢到水里 就被他涵盖 因为他有包含性 如火遇到他 就会被扑灭 因为他有化解性 如泥土遇到他之后 就变得柔软 因为他有柔韧性 如木材浸在水里 就会腐烂 因为他有渗透性 如钢铁浸在水里 就会生锈 因为他有进食性 而且他无论在什么地方 柔弱低下的本性绝不更改 因为他有平等性 以上这些都代表着柔能胜刚 弱能胜强的原理 像这些事实 天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可是世人就很少有人 能够学习水的榜样 所以圣人说 能够承受全国人民的污秽 与侮辱之人 才称得上 国家的主人翁 能够承受全国灾难的重担 才称得上 天下之王 你看像这种悲下委屈的话 就是圣人柔弱的真正本性 但是却能得到反面的益处呀 上天的德性和弃章第七十九 和弃章第七十九 和大愿 必有余愿 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 只做弃而不择于人 故有德思弃 无德思彻 天道无清 常与善人 太上道祖言讲及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世人好胜之心胜强 私心过重 所以常常为了某些不如意的事情 就发生争执 或是结下仇恨 像这种事情 都是双方自负心胜强 才产生的结果 因此 纵然在某种机缘下 有人出面调解了恩怨 可是双方仍然有些不愉快的心情隐藏心中 还是难以化解的 所以这种和解 只是勉强的和解 像这种勉强的和解 难道可算是完善的结果吗 所以唯有圣人的心 须尽填诞 不与世人分争计较 如果有恩于世人 也不惦念心怀 就好像放款的官员 尽管发出款项 没有舍不得的念头 也没有回报的思想 这就是有德之事的作为 但是世人的心就不同了 就好像是催讨债款的 借多少讨回多少 一点也不放松 这不就好像无德的人 不失了一些金钱财物 心里头就一直惦念着回报 所以只有上天的德性 是最令人钦佩了 因为他养育万物 是不分亲书贵贱 同样的施与恩惠 因此行善之人的心境 应该学习上天的德性 然后你就是上天的知己 跟他一样拥有一颗 大公无私的心了 纯朴的世界不图章第八十 不图章第八十 孝国寡明 是有时薄之气 而不用 使民重死 而不远途 虽又舟车 摸索成之 虽又甲兵 摸索成之 使民富结神而用之 甘其时 美其父 安其居 乐其俗 邻国相望 鸡犬之音相闻 明智老死 不相往来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如何回复到淳朴的世界呢 应该像人民很少的小国家一样 大家都过着淳朴和谐的生活 在这个时候 假使有一些人的才干 能超过十人甚至一百人的大人物 也用不到他的才华 在这个时候 人民安居乐业相处无事 就会尊重自己 也不想到处搬家了 这个时候 虽然有船有车 也没有人争先恐后 想去乘坐 就是有武装的的兵器 也不知道要放在那里 这时候 人民吃饭都觉得甘甜 穿衣都觉得华美 居家都觉得安乐 风俗习惯都觉得乐趣 与邻近的邦国互相远望 都觉得友好 听到鸡鸣狗肺的声音 都觉得调和 这时候 人民生活满足 就是活到老 也没有怨言 更不想搬家了 圣人的使命不积章第八十一 不积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 辩者不善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圣人不积 既以为人几月有 既以与人几月多 天知道 利而不害 圣人知道 为而不争 太上道祖言讲集 太上老君将文 天比菜身符鸾 鬼害年十一月念五日 信实的话 不是花言巧语 所以听到耳里 总是不悦耳 不动听 花言巧语的话 虽然动听 可是不一定是从心里讲出来的 因此这种话 总是缺乏信用实在 美好的事物 良善的言语 不必去费口舌争辩 费了口舌争辩的事情 便非良善的言语 也非美好的事物 求真知的大智慧者 社会知识不必广博 广博反而得了 知障 这就是圣人 守一而万事必 的原理 所以 求得外在广博的知识 不一定就是 真知的大智慧者 因为追求外在的形象 越追越远 越追越迷 而且永远无法探求真正的答案 因此 圣人不必去追求外在的知识 更不必追求物欲来占位己有 他只是奉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人 去礼让人 然而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结果 反而受人钦佩 让人来崇敬 不但如此 另一方面 更使他的博物精神 留在世人的心灵中 刻下了永恒的追思和怀念 因此 他好像上天的道理 只是利益万物 而不去侵害万物 只是调和万物 而不与万物相争 全书完 你 感谢观看